有没有什么紧张 或者前一晚,刚才好像何辉所说 可能是第一次代表之前会失眠的 Dan有没有呢? 我,可能我本身有多话说 我现在都好像聊天,我可以的 我们就当聊天去吧 对 那么伴侣呢?又那么紧张? 我也有点点紧张 不过平时有看《广超联》 平时也有讨论这个题目 所以都是聊天,跟大家讲学球经 所以都OK的 放胆就OK了 就是我们放胆放声 应该网上观众和我们一起 支持赛马会的社区杯 气氛上现在看上去 都差不多了 九成至差不多爆了 现在开始是西斜环境 还要天空做美 幸好打完风没下雨 下雨在旺角场 如果这样上盖 有点点担心 幸好不下雨 证明我们的历场都OK 起码天气好 没错 因为上一场 东方对这个负力的联赛 就是在这个球场上 但是因为打风 下雨所以就取消了 所以这次东方 就是休战了一个星期 其实就整整 是 起码在开列后完成了国际赛 稍后就开始社区杯 同样都是希望两队 争取季内第一个正式奖杯 赛事上陈间也看到正选 林志堅真的帮杰志正选上阵 上次印象记得第一周一踢 加速一爆就有助攻 今天都期待林志堅 再在边线爆破 是 没错 今季结智重点人物 特意在德国请他回来 林志堅 头两场联赛表现得非常好 真的有货交 另外看回东方也有一个重点人物 就是他们新签进来的前锋 来自西班牙的洛迪股市 今次是第一次在香港为东方上阵的 球迷们除了留意林志堅之外 也要留意这位新门 看看有没有货交 听到渔翅的风格都是比较斯文 都是比较书生的评述员风格 都可以的 你自己对本地球 我们两个逐个聊一下 譬如渔翅 你看本地球大概哪年开始 喜欢哪队 其实都是近几年开始 但喜欢哪队就没什么 争取拉扶时间和观众打个招呼 大家好 其实没什么喜欢哪一队 只不过是看到 应该觉得要支持自己香港本土的联赛 看到很多身边的朋友 都只是留意外国、英格兰 或者西班牙的联赛 其实在香港正正大家有一个联赛的时候 为什么大家不可以支持本地人 自己踢回本地球的时候 其实都是非常精彩的 确实香港人是需要看本地球的 而又问一下Dan 你自己本地球是哪一年开始看的呢 其实如果要数 我经常都讲笑这样说 就是因为我妈妈应该是我 因为我还在她的肚子的时候 就已经进来未重建之前的旺角场 带着肚子 带着你入场看 是啊 如果真的认真 小时候 其实我想接触这个无线的球迷世界 应该就是已经开始看 然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入场了 OK 本地球确实都是大家情怀的 我也觉得今天在社区 如果现场做这个气氛 跟平时可能隔着的电视机 或者是录影厂做直播 都是两回事 今天对我来说都是期待 希望待会我们一起联赛也是成功了 我们现场都很多兄弟 先后在草地有访问的了 稍后我们会找到马会代表的访问了 那我们就交给现场在草地 有Marco和之锋换耕之后 到他们接力了 那或者 其实现场的球迷都陆陆续续进入场了 那其实见到今天 除了西斜影响到有一个汉台没有人之外 反而坐爆了近这边球场入口的龙门 那看到球迷刚才看完 头两场的赛事 那除了第一场青少年的贝赛 和刚刚邀请到的赛事之后 其实今天很多球迷都很早入场 那希望今天又非常划算 将票都看完三场 其实很久没试过了 其实确实以今天 就是做到新科商传的角色 都是值得一赞的 草地上就看着记者朋友都准备好了 那Marco和之锋就换耕之后 交给他们接力都差不多是时候了 那当然了 我们正在铺排等待5点半的时候 就会正式开始社区杯比赛 晚一点我们再详细讲一下阵容 好 谢谢几位 在我身边就是香港赛马会的 公司筹划传讯及会员事务 新闻总监梁桂芳女士 大家好 今天大家有机会看到这场球 其实也是可以说因为 Scarlett的同意 他说OK 那才有今天一个三合一的比赛 尤其是第一次 很多人都说这么大 还没见过这么多骑士一起踢球 你觉得这个场面很不可以吗 大家应该都觉得很OK 是不是很精彩 很精彩 我们的骑士和香港的名脚 一起打这一场球 亦都看到我们的骑士的专业 足球那种对专业运动员的精神 我们经常说他们就是运动员 他们的运动量很大 随时被足球员有个志愿无不及 而今天我想很多现场 数以千计的球迷都看到 他们其实同样是展现出一份 全力去拼搏 最希望做到最好的体育精神 跑马的时候都可以说速度 你看我们的骑士在场地的时候 都是看到他们很健康 而且速度真的走得很快 很肯走 是 曾经何时香港很有趣的 跑马那天就不踢球 踢球那天不跑马 大家互相让路 现在我们试一下把马和球 放在同一个场地同一天 怎样有这个意念 就是一个运动 是一个运动的意念 我们希望用运动 带这个正能量出来 还有今天不单止是说 球马和运动 还有其实今天也是一个慈善的日子 是的 没错 除了正本戏那场球 有两个受惠团体 跟两间超联的球会 就是获得获益之外 其实刚才大家看到的雷神邀请队 贵神邀请队 亦都为两个慈善机构 是 又带来了善本 那我们 我都可以够胆待马会说 我们很乐意 也很慶幸 有机会做这个 做这个媒人 没错 把很多好事 组织在一起 可以组织这么多的力量 大家一起贡献出来 他自己的体力 能力 没错 那么多位同事的合作 真是很好 未来马会 可见那几年 都继续会大力支持足球 有没有信心 好像过去那十年 我们将赛马做好 这个成绩带来足球 当然 我们有这么多人一起合作 足总 我们的球队 一定可以做到的 慢慢一步一步 我想在最近这几年 大家都看到香港的足球 其实是多人参加了 对我们来说 反而是用足球 怎样帮到年轻人去发展 因为打球 是可以触动到有很多的潜能 我们说触动潜能 没错 就是能够希望 那些兽仔 喜欢打球 一起努力 在体能上面 在那个discipline 在纪律方面 还有在社会方面 都是能够做得更好 好错 希望能够带来 对整个社会 任何阶层的 都会获益的好处 好 好了 就来开门 尾场的正本器 多谢Scarlett 也交给几位评读员 好 多谢 谢谢 Dalen兄和Scarlett 看完访问之后 晚点我们还准备了 莫雷拉还没走 刚才完场之后 都准备了访问 但想问一下余翅和Dan 刚才我们提到 一路说今天是慈善日 全部入场的观众 都是整个社区的大慈善家 今次社区杯 其实同样两队超联球队 都有相应的金钱 在奖金上面 捐给相关机构 是的 首先说回 今场门票的净收益 20%是会平均 捐给两间球会指定的机构 杰志指定的慈善 是基督教联合医院的 而东方农司的指定慈善机构 是博外医院的 看到其实今场的冠军队 就会有25万的奖金 而亚军球队都会有10万的奖金 其实杰志赛之前就已经说了 如果他赢得到这个杯赛 他会将全数的冠军奖金 捐给基督教联合医院 是的 而且今天整个赛事 除了慈善之外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 因为例如 原来其他九支的超联球队 除了东方农司和杰志之外 他们都可以分享到30万的奖金 所以其实今天这个 人人都欢乐 大家都有奖金 当三鸟娱乐 由开始为新力军 希望未来5-10年 香港就多一班 可能是南华 或者东区 13个球员 可以真正做到职业比赛 而中间那一场 就回顾时候 希望一班的名宿 演绎騎士 大家都很开心 来到第三场 就真的社区的意义更加浓厚 变成真正两支 港超联球队 可以在开季之后 起码特意找到这个星期五 同样的假期环境 近乎全场爆满 而阳光漂亮的环境 可以享受这一场的社区杯 赛事上今届 起码第一次出现 东方和杰志 起码一前两届 四区杯 同样都是来自南华的杰志 赛事上这样 看起来都挺新鲜 尤其是加上 林志堅的元素 或者加上 大战对方叶鸿辉也好 应该都期待吧 没错 因为 特别两队 上届在联赛 可以说是 斗得十分的激烈 东方龙司 上届仅仅一分 就领先杰志 然后就拿到冠军了 而且在杯赛决赛上面 互相的交锋 亦都互有胜负 是 没错 加上今季季初 东方有些赞助商的事件发生了 双方的高层都有一些火热味 所以令到这一场比赛 那个话题性就十足了 赛前的记者会 有两队队长都在这 大家串一下对方 讲一下笑 叶鸿暉就说要看盧军仪 因为他顶头锤很厉害 然后盧军仪就说叶鸿暉 要小心点去骂人 看到双方虽然 其实都应该私底下都很老友 但是为这场赛事 都做了很多话题出来 向来我们作为观众 都挺喜欢这些大赛前席记者会 无论是领队班主好 互相口水战 但其实可能私底下都很老友 只不过在场内场外包装的比赛上面 大家各位棋主 更加有这种大战气氛 待会林志坚正选 而对面同样 刚才余次话说 诺迪古斯是正选 叶鸿暉也是正选 看来人脚就好像东方会强阵一点 杰志相对就会轮换多一点 满仗用上的是国劍桥 不过这个是因为黄振帆有受伤 上次的场也不能踢 没错 但是在这个正选阵容上面 我们找到两位是20岁以下的球员 就是去年在青年军提拔上来的 波磨浩圈和罗子俊 更加在杰志的正选名单 而新加盟的金凤真 今届另一位韩国兵 另一位岳爸都会正选上阵 现在都看着草地都全部准备好了 访问上我们莫来拉 晚点再聊天 最重要是先看球 现在都差不多5点半了 等待都是阳光普照 美环境美天气之下 待会在旺角场会有这场的社区杯 第一次看到东方和杰志 上演社区杯的戏码 同样值得期待 两位对今场哪个位置会更着目 尝试准备这场比赛 或者作为观众 用什么角度去欣赏这场赛事 如此先 我觉得因为东方 刚才阿丁都说过 就因为有一场赛事 就因为天羽的关系取消了 所以他们在季初的状态上面 其实是需要提升的 所以看到他们今场的阵容上面 都比较强振 希望这么多位主力 可以提升他们的状态 反而结址就因为 其实季初已经经历了两两比赛 教练朱智光也说到 希望给一些联赛 没什么上阵的球员 这场可以上阵 就提升他们的状态 看到双方 虽然排阵上面有不同 但是相信他们也很想 赢这场赛事 就拿到今季第一个錦标 阿丁呢 除了是双方的阵容上面的分别 可能东方龙斯都是 希望可以一套武器 以及跟杰志的对决 往往都是有少许火弱味的 其实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而杰志方面 今天他们除了有两名的年轻球员之外 宝树第一次上阵 而金凤珍也都在上场联赛上阵之后 今场也都再次正选上阵 可以看看他们的磨合 可否有助他们之后有机会 在亚冠分组赛 会不会拆出什么火化 就等我们这三人的全新组合 欣赏这一场 2016赛卖会射去杯高级组 一场过的赛事 两边球迷就各尖看台 现在主场对面那边 就是杰志南浪一家 而近一点 近镜头这边就有东方球迷 今场先讲一下有杰志的正选 杰志门将就是23号国剑桥 类似433 如果根据球会官网 后防包括也是有31号罗子晋 4号新加盟也是宝殊 13号李毅海 21号唐建文 如无意外唐建文可能会踢左袭 中场三个就是黄阳 新加盟的金凤真 和林志斌已经可以做到左边侧击 类似上次他一爆就加粗落底的助攻 当时是踢左边手 今场类似4333 进攻三个 艾力士 新组 以及波磨耗险 杰志今场阵容 东方方面 正如刚才所说 他们可以说是精锐进出 龙门 当然有我们香港队的门神叶鸿暉 而后防也都会排出 米曹和罗拔图打中坚 右阻似应该会交给曾锦涛 因为他往年有时候都会客串左阻 左阻交给正牌的左脚仔王展鸿 而中间迪高和梁震邦 应该会阵守中场的中路 前面 陆高 徐德瑞 和李康廉 就会支援新加盟的前锋 洛迪股市 是的 我看到现在现场 就在进行握手礼的仪式 画面上看到叶红批向梁桂峰女士 还有我们足总的CEO 祝福先生逐一介绍东方的球员 今场就连带的吉祥物 也是来过Crossover 包括卓卖会的两只精美吉祥物 以及是 是不是还叫结仔 结仔的吉祥物 结仔的衣服好像是不同了 确实像今届的12号球衣 但今场的结子会穿上 用萤光粉红的作客球衣 蓝色球衣就是东方 东方龙丝 全身的灌名名字 这场比赛就是踢足90分钟 今场二十区 加连华形式的三鸟娱乐 正式尾场的重头大战 和的话就会立刻会射12码 两队对亲都通常有些决赛感觉 确实前几年 杯赛决赛都是这两队交锋 没错 而且结仔也有少少 黑着东方的意味 上季交手了四次 结仔拿到两胜两和的成绩 总共攻入了十球 但是东方只攻入了三球 看看今季大家 季初的时候 结仔可不可以像上季那样 黑着东方呢 没错 上季最印象深刻的 我想如此都会记得 就是同一个球场 罗芬奴加盟无奈 大四起 以六比一赢 这个东方的比赛 那今场 罗芬奴暂居后备 看看其余的几位中央球员 会不会交出这个好表现 没错 千万不要看小杰志的后备阵容 很多敬人猛人都在后备 包括了罗芬奴 还有九号的高尾斯 以及马高斯 记住 马高斯前两场联赛 都是正选上阵的 亦都可以说 都交到一些功课 可能融入衰时 因为马高斯 我想跟前年 比较受重用的巴伦股数 比较类似 除了冲锋陷阵之外 当然他的疑传 亦都可以为新组 或者艾力士 这些速度 脚八都有的球员 可以制造到不少的迈满机会 是啊 没错 还有上两场 结智在广超联的赛事 都是在球赛的下半段的时候 才攻入 就看到他们 后备的板凳的深度 是很足够的 还有球员是很有斗志的 即使是面对强横的对手 他们在后半段的赛事 都仍然能够攻入 赛事即将开始了 今场主球证就是刘芳熙 2016赛卖会社区杯高级组 一场过的头威头逝 两对力争贵女 第一个正式奖杯 开始这场是红蓝大战 粉红球衣就是东方龙丝 粉红球衣就是杰子 迎战是蓝衫的东方 蓝衫是东方龙丝 今场我们在赛卖会 网上直播来一个crossover 由丁峰、冯志谦、余刺、袁志浩 和我是来自香港足球评计协会的 何柏林 开球的就是看到东方龙丝 穿在蓝色球衣 看到他就是新加盟的澳洲中坚米曹 听说他特意签他回来 打这个原本就是打亚洲的赛事 很可惜之后没有这个机会 不过都不要紧 今届加盟了东方 都可以 因为上季在这个法图仙 和基南亚离队之后 这个中路的位置 其实都比较需要人手 所以我想他在本理赛事 一样都帮得到手 看到控球的就是 右闸的罗之进 今场他移居的右边 因为平时他左闸都可以 是的 看到李毅海 上场李毅海打了半场就被换出 看看今场可不可以表现得好些 我看到东方青回来 徐德瑞马上去 但李毅海这次就快点可以解位 是 控球的就是唐杰文 我看到现在东方是有球员倒地 所以杰子就踢了球出界 倒地的球员相信就是 是新加盟的澳洲中坚米草 米草 看到他好像没什么事了 但是还躺在这里 摸着腰 可能刚才顶球落地的时候 就踩一踩 嗯 那球就传过来 给杰志的后半场 看到新加盟的宝树 金凤真放过场传过来左边 但是在奴高 就成功把球踢回前面 好 看到今天杰志呢 其实那个进攻呢 看来都是沿着在左路 会不会因为有林志堅的关系呢 那当然的啦 那么贵签了回来 加上他有一定的实力 贵初 两场的赛事 他都有交出好表现 那当然要用一下左路的攻势 那看到这边呢 东方又抢到的球 传过来左边 看到康联 这球罗子俊应该就犯规了 这个球李康廉沿着左边的街 没错了 突破的时候 那罗子俊就过来拉低了他 但是球证就没有表示 只是罚了一个罚球 这个罚球将会由徐德瑞去处理的 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港超的罚球专家 还记得他上街 在这个银牌的决赛 就成功三十多马 可以转射罚球得手 但是这球有点远 应该都是斬进去 这球就应该斬了 因为我们看到米曹等等都准备定了 在禁区边 好 徐德瑞开出这个罚球 后出大力了一点 看见盧高都想去追的时候 就觉得力度太大都放弃了 这场所见可能反而是徐德瑞呢 会不会挨在中间的位置 因为以往如果是出李康廉和盧高的时候 盧高后会偏正中间 今天见到他在右边 然后徐德瑞呢 就反而在中间的位置 那还要配合下这个新的前方 洛迪古斯 那可能他们有新的战术都没顶 好 这次又是沿左边推进 两边都很喜欢在左边那里进攻 好 李康廉在左边 这次罗兹进就清脆可以解围了 打算和历史做个撞场 那很可惜 就被王子虹封住了 好 中圈的一轮增持之后呢 最后都是罗拔图成功解围 那郭劍桥呢 今天就已经是连续第二场上阵了 没错啊 因为王振铒之前受伤的关系 其实郭劍桥之前在这个杯赛上季 都有不少的上阵机会 这位龙门其实 那个反应其实都不错 希望他把握到这次上阵的机会 暂时双方初段都是以试探为主 进攻的攻势都是一般的 华口未完呢 新阻弹过来给左边的时候 追不追到呢 哎 让对方成功可以截到那波 出界在先喔 原来是 现在是东方龙斯的界外球 左路的王展宏 这球球放上来前面呢 有没有控碰到呢 漂亮的 罗迪古斯这个控到 但是李藝可以快一步 把那波就解为去横边 见到这个尝试都不错的 高波一个放下来 过了头的时候呢 罗迪古斯走去追 其实都控得不错的 很可惜呢 李藝也都知道你条路了 那就过来封住了 这个波如果黏得定的话呢 有机会再做下一步 可以再回传 或者再扭过李藝可以就会更加好 走进来中间 罗迪俊转高波顶高 应该郭劍桥就接完了 没错了 说起乐迪古斯 这一场 他就代替了东方之前的 王牌前锋 基奥云尼 基奥云尼上届都是 好歉都是广超联的神射手 那 之前那两场广超联都有出场 但是今天呢 就要让路给这个乐迪古斯 那除了是让路之外 一队球队当然也希望是有 不同的前锋都可以 帮球队入到球 上街他和巴育斯 大家都记得轮流发威 季初的时候巴育斯表现比较好 然后去到11月的时候 基奥云尼慢慢上力 也都后来居上 奪得这个神射手的补助 最记得就是 他在对南华那一场 奪标的战战上面 就入了两球球 就帮东方重夺21年的 顶级连赛冠军 没错了 牛远都有说到就是说 洛迪古斯的 那个发挥的特色 其实跟基奥云尼不同 希望两位可以合作 提供给东方不同的 战术上的需要 令到他们的进攻更加有层次 没错 相信洛迪古斯 因为他是拥有一米九的身高 我相信他 那个角色会跟上届巴育斯 就比较类似 但是上届巴育斯 和基奥云尼同场在阵的时候 反而基奥云尼打中场 中的位置 发挥是有点失色的 所以今届就要看牛远 如何将这个 战术问题 可以去调配 如果以开球这8分钟 似乎东方一开球都压得多前 暂时令到在杰子防线受压 继续来自东方 可以右边搜 如果以第一周上次 美努斯拉尼入果球也是细致 吸完再射 盧高平时软射也行 今场就和阿丁所说 这一刻就踢着右边搜 特后场传送的武力 轮回杰子帮手 艾利斯帮回右边进攻 前场三个就是艾利斯 伸祖和波莫浩谦 对于未来而战的话 今场也是想帮波莫浩谦打气 同样是杰子的新力量 快扔 戒外右边搜 开球这刻在旺角气温 还有33度 西斜环境 幸好没有下雨 旺角场宁愿热 就好过下雨 下雨大家都不好受 尤其是看台顶是漏水 没错 没错 厉害了 重建后才走来漏水 宁愿以前没有过去更好 接着左边手 康廉帮手扔回东方龙斯的界外球 这球球犯规 杰子获得一个罰球 吹罚了迪高 抢折的时候 就这样对手一下 这球罰球 杰子就选择 找林志堅去斩这个罰球 大家要留意了 好 通常林志堅的比赛 应该他叔叔 几分家人都会在现场支持 家人住很远 在上水的马草农村 那也真的挺远 是啊 那看看这球 林志堅又会怎么处理 看到中间 新组艾力士都在前处准备接应 在东方龙斯成功把这个球解围 踢上来黄展红 黄阳都不敢怠慢 把这个球称出去 环边界外先 这里就看到徐德瑞突破的时候 就推脱了脚 金凤真相是难折 搶了他的球 徐德瑞就来了Lay Tackle 对 招幻在今场 杰志没有用这个 林欣许 也都林家威不在阵的时候 我想他们在两边的 推进会比较多 反而中间 高球球的人好像 差点 然后中场的优势 好像东方比较好 没错 那看到东方的压迫 也是非常之大 不时令杰志全失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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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球解为 杰志又再组织攻势 黄洋全给李毅凯 不过今天中场 酷球球的能力 都是比较弱 很多时候都是 找后卫 有一个长传上去 就是希望找新组 或者艾力士 就抢到点 以传给队友 但是这个战术 暂时还没有很成功 反而拼到不少的罰球 现在杰志在左手边 又有一个罰球攻势 同样是会由林志堅处理 左右是他 右也是他 这个球新组 就举手说他要球 但是后处同样艾力士 中坚李毅凯 有没有机会顶到呢 这一球就是 东风龙斯的球员 顶得出底线 是杰志的角球 米曹就摄了一个好位 线后 顶得出底线 那直头就 林志堅一个做完了 全部死球 包括两次罰球 还有开角球 都是杰志的六号仔 交给林志堅 今场他就做回正中间派牌位为主 即是像平时加位的位置 没错 这一球 有哪个角球 杰志的外弯 林志堅的外弯 可以远处落 头锤粒顶尼姐 叫你力士 攻势都挺好 至少这场 以大战重轮級的对赛 就算人脚轮换都好 大家各有攻势 可能经过比赛初段的互相试探之后 看到杰志开始都运用边路 开始制造到很多攻势 还有他们暂时都迫到不少的死球 加上他们有高佬 新组 在历史 都有不少的头锤功门 这球康廉避开了罗兹进之后 完左路推进 有没有机会落底全中 看到他爆了保殊之后 再出入中间 落底保殊楼 罗高有了 1-0 这球的功劳就真的在康廉上了 左边一个扭过了几个 左脚的地球出来 落底不知有意还是无意 就流了 后面的敌高就轻松射入 没错一个 就拉开了中间和左闸的球员 唐文包在中间的时候 后面的楼高就没办法了 几个空门 也要赞回洛迪古斯 刚刚说到 拉下来 拉回空位 比起后上的队友 做得非常之好 东方 来到上半场的15分钟 打开了纪录 东方龙斯暂时1-0 领先杰志 杰志到中圈开球 用回旧制开球 两位球员 固形就了 6月开始新例 中圈开球是可以向任何方向的 所以很多球员为球快 就一个人开球 没错了 领先就是东方 但是李匡廉 刚才在左边的爆破也是精彩 边线未出界 右脚修正 就横出摆中间 前处空了之后 反而是 远边 右边拿左脚 就是牢高先开记录 相信在东方龙斯先开记录之后 战程应该会更加激烈 数据都是两队第一次中框射球 一中框就入了 暂时以两位看来 就是和季初 一两周 国际赛前两周联赛 两对表现 有没有跟你眼见看来 有不同的迹象 如此先说 我觉得戒指 头那两周都比较慢烈 就是他们都是 去到下半场尾段才入球 可能他们的球员 那个状态都不是很好 这场球又被东方龙斯 入了一球先 看看他们不断靠 他们还有很多后备的力量 可不可以追上 又见到慷念了 哇 这次宝树快一步 过来就把球移出底线 看来戒指都要落多些 球员的专注力 放在左边 就要抹住这个李康廉 就是当东方善用自己 在康廉速度上优势 然后找着尝试对方的戒指 新人罗芝进的空位 就枕着在东方左边进攻 继续角球击乏翠德瑞 左边的右脚尝试是贴柱 贴底线出界 这两阵开记录前后 都是东方聋师的机会 今场见到杰志 我想跟季初最大的分别就是 通常都会用新空球 护球的能力 就可以制造到不少的攻势 中场金凤真和黄阳 都是比较偏向防守性 可能林志坚也有些独力难知 见到中圈犯规 有些球员受伤倒地 应该就是新组了 没错 今天杰志没有了林家伟 这个中场的主要的人物 真的差很远 没错 除了林家伟之外 还有另外两个双林 一个是林欣许 另一个是林柱基 同样 两个在本地赛 都是可以用本地球员的身份 而他们的机动性 还有他们的全球能力 也是十分之高 今天四个林氏一族 就只有林志坚 是胜选上阵的 没错 好了 看看 为球要追近比数 有没有机会 下半场会调动另外两位 林氏中场出来 见到中路 黄阳 今天除了要拦截之外 还要尝试做多些派派的工作 见到他给了个球 过来右边的罗子俊 这个球斬上来 就急了一点 最近想充门 压力士 没错 现场大营莫都在捉住 陈念慈呢 刚刚也有接受我们的访问 没错 刚刚同事说过 半场都有访问 莫雷拉 都还没走 可能跟贵神 畢竟本地球的球影都很大 半场就再有草地访问 常常都会在旺角 见到他们两个入场看球 最近看见 Petersen的照片 通常在足球之友 都有莫雷拉在旁边 他当然最支持自己 是同乡 去年见到他东方的赛事 都经常入场 好 看见到的就是东方龙丝再在右边组织这个攻势 但是这一球 劳高再拍过来的时候就犯规了 但是这个球又被东方龙丝抢回 这个球想快开球的时候 带命 尼球十马 散中东方的球员 徐德瑞射的时候散中对方的球员 哇 这边艾力士想抢回 打个反击的时候 就被东方的球员 看看杰志可不可以 运用他两边球员的速度 尝试可以棒成平手 看见宝树再尝试放一个直线上来的时候 都是无功以患 想着直接一点 就是不经临吴志坚之下 直摆 但是未到的新组 新组在于这两队对碰 通常都想起上届暑假的双方案事件 没错 都是多些火药味 这场林志坚就做了少了边线工作 后场快的 头锤都OK 起码给回门将 郭剑桥 对了 说回林志坚 其实他之前 除了打右边的侧击之外 中场中距都说其实可以的 三中场之下 放一个进攻中场的位置 看看他能不能适应得到 还有这次他回香港就很早好像表态 我们都希望做进攻派牌工作为主 就未必再像以前在德国球 做右闸各样 以往他曾经两只闸刀踢过 当然以他的球底和全球的视野 我相信他中间派牌 也是绝对应付得来的 这一球球看到的就是 东方龙斯在后面慢慢猜定 因为他们领先一球在手 好 这一球球林志坚上去逼的时候 成功逼掉了 林志坚引球推进 看中间有没有人逼的时候 看他这球球怎么处理 面对着 好 看到的就是东方 左边的防守球员 哎呀 落底做得很好 现在是落底 还是底线未出界再修正 继续生波 还是杰志的 挤着右边手 等着右执上前就是罗子晋 中间都现身 保随都上前半场 全线压前就控球杰志 右至左 左至右 还有左执是唐文 以前飞马就右边为主 打一下 上京的林志坚未得 门将快步还有叶鸿辉在那裡 前场只有一个 刚刚扎着右边中场 吸完转身走 但是可能是唐建文犯规 吹回来是杰志犯规 第一下来自落底股斯 脚法看起来都很细致 刚才一吸完拨犯规 但是可能脚径是中了 也可能是没有带脚的位置 刚刚脚和脚面中间 没错 看到这位虽然1米9的身高 但是除了脚法细腻之外 看到他刚刚走位的意识 也是相当不错 东方尝试在后场组织攻势的时候 都是瞄着左边来斩 看到这个球落在随得上的脚 他怎么处理呢 都是交给康廉 这球球他选择拳后给迪高 交给脚后的位置就是左侧的黄展红 这球球就被艾力士抢到了 可不可以来一个快速反击呢 前面只有新组而已 刀斩高球给新组 哎呀 很可惜 波高了一点点 新组也过了浪 刚刚改一个攻势呢 其实可不可以等到左翼 或者是中场的球员后上之后 才再去做这个 传中友或者传送呢 我想会比较好 都是的 但是 艾力士可能见到这个机会难逢 自己队也落后一球 心急了一点 想着看到新组在中间 都有一些高空的优势 想着斩给他 没错啊 新组虽然说 平时中场中 又或者翼都OK 但是他身形呢 对比对方的罗拔图 其实都真是不错的 相信今天杰子都会继续 利用这个新组的优势 去看看拿不拿到一些甜头 好 好 看到黄阳分回来给李亦海的时候 会不会有点不到脚呢 有点远球 但是这一球球 两个球员就是 包括是李亦海 和11号的球员 盧高 互相碰撞的时候 好像都 大家都拎了 这个应该都挺伤的 这一下 大家都分身飞下去 抢个球的时候 应该就 炒了一些 因为刚刚黄阳在近中圈的位置 传过来给左边的时候 中间刚刚就没有人 要需要就是中间的李亦 可以上来拿回那个球的时候 然后呢 和对方的路高 两个为了欠球的情况之下 就炒了一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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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这周球 好 好 够了 现在做 miedo 开始anton他把门将页红辉 要够力量 好 对哦 幸好葉鴻輝快一步沒收了球 新組都知道你早有恥爵 因為羅伯陀和葉鴻輝同樣是香港代表的隊員 這球傳過來漂亮 又是李康年 後上的王子鴻傳傳給他 會不會給他呢 右腳會不會嘗試另一個射門 不是傳中的時候 再出來遠足 哎呀 你現在在球報看到 結指球員解位之後 梁振邦後上遠射 散中了徐德瑞 很可惜這球球抽得很硬 很有機會帶來入球 可惜是因為梁振邦吃完球餅 還要他越位 如果不吃球餅 直飛次中框 沒錯 要看這一場 唱馬會社區背正本戲 兩隊很快入局 兩隊各有賣門機會 領先緊的就是藍衫東方 也都可能這個賽旗 較為理想 就不是說季前的社區盃 起碼是開了列 也都完成了港隊的比賽 先再踢這一場社區盃 那似乎兩隊都幾快入了局 之前在國際賽的當期兩隊都曾經北上在深圳保安場那裡踢友誼賽 就是對這個奧積的劉加塑噴射機 對哦 即是兩隊都是對同一個對手 對 不過東方龍師就1比2 諾拜爾這個結智就3比4 輸了 不過其實如果可以跟奧積的球隊 即是打成軍勢 而且取得入球的話呢 對於雙方的備戰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 看到一輪中場的運戰都是黃展鴻解圍之後呢 李藝凱這次是拿到諾迪庫斯的球 中間呢 又是李藝凱和 李藝凱已經有王牌在身了 李藝凱 所以犯完規也要先走開 是啊 盡量拼球證不記得 但是也挺難忘記他 是啊 還記得兩季之前 李藝凱這名年輕球員 效力這個 南區的時候 其實那個 平時踢球 都火藥味都很濃的 尤其在這裡的賽事 但是上季 拿到這個最佳年輕球員之後呢 大家都說他的表現除了是成熟之外 還穩陣了很多 這次佛球開來 那就新組把球解圍 但是這個球判了是潔志的戒外球 30分鐘的了 半個小時仍然是一球在手 藍三的東方龍師領先的是紅三潔志 落後之後就好像潔志沒什麼前場機會 反而東方剛才的重炮 如果要傻幫那腳還是精彩 傻幫吃完球餅 因為第一下就來自徐德瑞都可以幫忙 看到潔志在落後之後呢 嘗試希望可以在中路找得較多的機會 但是一腳的長傳上去的時候呢 始終梁振邦和迪高的那個攔志能力都十分高 看來都沒有什麼甜頭 這球球金鳳珍嘗試在右路的邊線突破的時候呢 就李康廉拿回 落迪古斯放個長球上來 但是就被郭劍橋接實了 力量大了一點 見到落迪古斯除了是前線衝鋒陷陣之外 腳牌的功夫也不錯 即是一控跟著一傳都有些功架 沒錯啦 加上他剛剛在中圈被侵犯的時候 那一腳一搓一傳也十分之有功架 這幾分鐘東方專注撲擊 即是只做好防守先 所以前場機會未必很多 可能只是拉低了落迪古斯 但是後場反而就是由中後場開始 全部防守都很實正 繼續左邊 又是大眼王志雄 又是康廉 刀爆得 真是左邊照出 橫出是找中間近處 還有斯丹川身 徐德瑞 嘗試只是傳賣他 連續兩下 鴛鴦七的合作 在東方左路進攻確實是精彩的 徐德瑞的這個個人的盤柳 十分之有功架 見到傑志拿回這個空球拳 中間是金鳳珍 傳傳球給右邊的艾力士 傳球給右邊的艾力士 新組中間想拿球的時候 後面的羅拔圖 夾到 predictable 還是放長球 左邊的波無矮 調整之後 應該會再沿一個左路組織攻勢 唐文回到後面 王陽 林志堅 見到林志堅在這五分鐘 開始是再在中圈那裡 退後一點點拿球 可能因為他前面都沒有什麼傳送 決定回來幫手拿球 做立刻攻勢 下半場有沒有機會 真的換回兩個臨時中場出來 你覺得 我想也要 如果傑志想追回成平手 甚至反勝的話 換人是必須的 見到他們後備還有前鋒馬高斯 林欣許、羅芬奴這些 攻擊型的球員 之前在廣超聯都有上陣 希望他們下半場會 換回這些球員進來 就可以組織的攻勢更加好 這球球寶樹拼命 飛出橫邊 頂完球之後 但還是東方的控球 這次輪到迪高 哇 他在左路都爆了兩下 金鳳珍賣來的時候 這次有犯規了 兩名中場的巷將 短兵雙接 見到迪高在左邊 同樣都有些速度 看到東方龍師不斷靠在左邊 剛剛看到有徐德瑞、李康廉 甚至乎現在的迪高 都是專欺羅子晉 現在又有在左邊 有一個罰球攻勢 由徐德瑞準備去處理 徐德瑞彎進來 力水都位大了一點 但是這一球就要路犯郭劍橋 將球撲出底線 見到今天徐德瑞處理死球的時候 力度稍微大了一點 又看看跟著這一球會不會 因為各球相信 都會由這位東方龍師的佛球專家 主理 東方禁區裡面 都有不少頂得之人 見到有米曹 羅拔濤 和新加盟的前鋒 洛迪古斯 見到中路洛迪古斯 李毅海就抹緊他了 看看這個球開出來 有沒有機會前鋒 新組頂出來 然後再開過來的時候 見到新組快一步 可以拿回那個球 然後再放一個長傳上來的時候 有沒有機會撒一下 波磨浩謙就慢了 見到都是迪高 我看到剛剛球球 新組非常勤力 前鋒解圍頂多球的又是他 自己追回那個球 向前傳的刀是他 洛迪古斯這球球就控不了 見到林志基在前面 始終今天都是中場優勢來講 東方龍獅的優勢比較明顯 見到傑志其實是拿不定球來猜的 即是平時他們打慣在聯賽的時候 都是按住來猜 但今天面對東方龍獅的前場壓迫 暫時就未能夠做到這點了 見到東方打算開一個快開發球 我認識前面接應的徐德瑞 其實一早站在原廢位置 其實見到傑志今天排出的後防線 雖然說寶樹和金鳳珍都是外援 但其實他們的身形 都不是相當高大 都是以寧考為主 看看他們在高空的優勢方面 會不會真的比東方龍獅 身高達到1.9米的西班牙前鋒 洛迪古斯 又或者是東方龍獅的中堅 中場上來做工的時候 會不會真的有點前抵 如果以寶樹和李藝凱的組合 就很新鮮 這次是東方先經到葉蓬輝 中間轉向再去 右手邊又可以 再現身 好 又是來自徐德瑞 兩條邊線都見到他 都是來自東方徐德瑞 後面都是未斬 仍然控球上腳 短的 但是這下翹腳 都好 再做繼續來自徐德瑞 想放右邊 但是吹回在線 吹第一下 正如剛剛開球的時候 都提到徐德瑞今天 雖然是偏中間的位置 但是看到他除了 在中間之外 左右兩邊都看到他跟兩翼的配合 下半場有兩位最想看 第一個換進來的後備 你們會選哪位呢 如果問我的話 我當然最想 可以增加中場的創造力的時候 林欣會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嗯 那我就希望換阿羅薰露進來 這位逆風其實都非常好技術 上場廣超練都有入球 希望 極致可以考慮一下這兩個換人 增強一些攻勢 這球球斬過來的時候 看到就大力了少少 但原來是東風龍師的米曹 將那球成功清出環邊 好 何輝巡視完一周之後 又加入我們一齊了 感受一下 大戰氣氛 勇躉 現場的氣氛 那上場其實都看到的 東方來看上來就 穩陣得來 其實他比較實際的 看看這個出波 進去中間 雙手就撞出來 那戴傑子其實有個問題 就是他後場拿到球之後 他一直運上 就是我們所謂的 那個物流上面 其實是 當後場要把球運上前場的時候 通常一腳再比上去的時候 通常都過不了這個 迪高和梁振邦 兩個比較硬靜的防守中場 這段形勢膠著少少 好 大力轉向最後金鳳珍 幫回傑子 中場轉左邊又可以 等著唐建文都開始了 全部在前半場 全部在前半場 經歸林志堅 金鳳珍 左至右 右至左 這次回到右邊手 都是閘位羅智俊 想找艾力士的 但是同樣 迪高都是快 好像剛才這球 其實都是給了一個願步 還有 很容易比較 大家很容易去觀察一件事 就是 當結智的球員 你留意拿著球的人 他很多時候是 沒有選擇 或者只有一個選擇 就不會多過一個選擇 這個就是 老有還老有 我以為 要改善的地方 不過這場球 其實他之前說 有些心理 或者是怎樣去預備 或者是怎樣去看 這一場比賽 其實都 有些態度上可以理解 沒錯 沒錯 還有因為今天 新組在中鋒的位置 平時他主要在中場附近拿球 他今天放在前面 其實看到他的走動 反而比較少了 因為這球不到 還有 放到上來的供應 都不是很舒服 可以保持得到 拿得到 看看有沒有真的 有沒有機會真的會換林柱基 或者換一換林欣去出來 好 看到東方 都是把球斬上來前場的時候 梁振邦分回來給右邊 給中間的路高 都是選擇彈返後 今天都是慢慢來的 領先一球之後 東方龍師嘗試組織攻勢的時候 都是後場差 然後再分給兩邊 李康蓮或者盧高 做一些邊線的爆破 迪高 這個球硬開了金鳳珍之後 比上來 漂亮啊 徐德瑞有沒有機會 再傳回前面 這球球就犯規了 徐德瑞剛才拿了第一下的時候 他的重心就有一點吃了 在草地上 變成鑽不到身 然後迫到過來 就有一個犯規 叫做 如果徐德順的話 後場的路高 走位入攝的時候 應該給到的話 有些機會可以有半單刀的狀 是啊 那就 不是膝蓋那邊 就把球撿回 1、2會撿得順一點 對 對 駭近 比較右路的位置 會不會由 大腳 的黃展鴻去處理 對 沒錯 黃展鴻 這個球直射的 還不錯 是 一個挺好的嘗試 之前幾腳 脫得碎也要斬高了 這次選擇直射 看到杰志现在开始反击了 传过来右手边罗子俊 你游泊能否拿到 没办法了 都是出界 其实转过来的质素也是不漂亮 力水或者都不是很倒脚 这就是细致上的问题 不过看到今天罗子俊应付康廉的时候 都比较吃力 看到又是康廉沿着左路的时候 这次对着他就是宝树 扭过之后传逸中了洛迪古斯 再被撲出 盧高有没有机会再补多一脚 这次就中网側 看到也是袁杰志的右路防守爆破 这次看到除了禁区里面的球员之外 洛迪古斯后上一样都有威胁 很可惜那球球就射得正了一些 是否能够射入他为东方射入第一球 康廉上半场其实在左路的威力真的很大 刚才宝树也是不是认真假的 这一球传过来的时候 迪高就达力了一点 杰志的加一个球 但要讲一会儿 康廉的情况上半场 其实因为很多做上来转过来的球 都是做好了一个局面 令到他有机会是单对单 锁是舒服的 那变了就会是帮助到他 即是去推进的时候会推得顺一点 这个的分野就是其实都可以说上半场 已经带到现在其实是比数上面的分野 没错在前场球员的配合方面 杰志今天明显是比东方比下去 同样是放过长球 这次徐德瑞就去了右边了 应该都会选择交回后 这次上传的时候 唐文就快一步拿回球 锁上来前场 看到杰志这样传的球上来 又是落在东方龙丝的脚下 又是李康廉 这次就博到劳子迅的犯规了 刚才拍档讲到那样东西 刚才就是在左后位 左腹位那里 其实是没有压力的 嗯 你看对看清楚 放上去给前锋 现了位 舒服了 比上去 那但是 如果这样比上去都失去的话呢 变成了 你的细胞就被人压 很容易就被东方龙丝压着头 看到今天杰志的球 尝试都是用一脚 就希望可以传到上前场 但是新组和艾力士的走位 入摄都是未必那么足够的 哇 他会给牌 就是这个球 这个球奴高 趁着罗子迅斩球的时候呢 过来吃了一脚 没错了 都是要给牌 那上半场会保持两分钟呢 就是刚刚这个球 其实呢 这招球得来呢 其实是危险的 还有看到就是 罗子进今天应付康廉呢 都十分吃力 没错了 没有现场开始天晰暗了 所以那些反光灯 照明等等也都开了 这次艾力士二传 但是同样都是那个路问题 因为新组比较少的入摄 所以导宣第一点 你传到控到 其实都没有球员可以给 是 刚刚见到后上入少的 是帮忙好险 但是其实只有他一个 进去接应二传 就是见不到很多的支援 那令到其实杰志上半场 比较少的攻势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 场传斩进去前场的时候呢 就未能够接应到队友 那结果 上半场 四十五分钟打完 那东方龙斯暂时一比零 领先杰志 其实刚才那个罰球 都很仅仅的那些 因为你 放下去远处高球 然后就 希望投球放回来 其余的球员 比如前锋白档 后上中场也好 都是应该要洩进去 但是都是没有cut进去 变成浪费了一个这样的死球 半场比较一比零 东方扣 盧高的入球就是领先 上半场好像一直以 林志堅我们期待拆动 这场反而不在边线 中场中多了 甚至好像刚才阿丁说的 越斗越深 何辉对于上半场比林志堅的发挥如何 我始终觉得 其实两队的物流就是分野 还有明显地 今天东方龙斯 其实中场的重心是明显一点 放球的纹路也好一点 那杰志其实 上半场初一段 他们不是太弱势的 但是当球越比 质素越不好的时候 小队越踢越好 那看看他们下半场 能否改善这件事 是 以林志堅好像感觉 没有太多中场可以做球的队友 帮到手 有少少今场叫轮换势之后 就是整队球都有些问题 就是在用球上 运作上 那如果以东方来计 好像在领先后 其实很早领先 14分钟入球 一直都算是在守着局面 只是赖下前锋的落地鼓斯 是一个一岁前 劳高或随得瑞都帮手 Dan 好像望落东方的中后场 拦截上OK 没错 新加盟的梁振邦 其实在上一场比赛 其实已经见到他和迪高 上届其中一位都是 比较重要的球员 因为没有迪高的时候 东方的漏洞 是很明显比较大的 那今天 见到他和迪高的配合 也都将那个 东方可以将极致的攻势 都瓦解了很多 问完如此 上半场你最难忘的一个镜头是什么 最难忘的镜头 当然是入球的镜头 见到李康廉在左边 爆过了几个后位之后 传回来其实整个组织 整个落地鼓斯走上前柱 拉空了后面的后位 让劳高可以接影 其实整个组织是非常漂亮的 整个组织 令到杰智暂时就输了一球 我们在看台上 四位就互相交着球 交完之后 是时候一脚踢回到牆上 继续交给 Marco和之锋 找到莫雷拉访问 大家好 在我身边的就是莫雷拉女神 Hello Joe 你好 How would you comment your performance or team performance in the 20 match 这些分数到6分左右 至10分 就是他自己都不太满意 但他整体来说 其实最重要是参与 在慈善赛里面 参与是很重要的 大家除了知道莫雷拉 骑功了得之外 踢球都不错的 Marco 是的 志峰 平时莫雷拉在马场就比较活跃 但有时都会留意香港的足球 不如就跟莫雷拉聊一聊 我们知道你常常看 一些香港第一球球赛 在芒库 stadion 所以你认为这次在芒库的赛业赛 在芒库的赛业赛 这个赛业赛业是美丽的 它是完整的 它是很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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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希望说 谢谢 在同时 恭喜这些赛业的赛业 我已经开始准备了 这次赛业 我已经开始准备了 这次赛业 再次赛业 再次赛业 莫雷拉 都很清赞 这个球场 其实说 踢下去都很舒服 其实她说 好像有一个很优越的感觉 她都希望 下年有机会 再参与 类似的赛业 另外 其实我们知道 雷辰 很小时候 都很喜欢踢球 所以 在什么程度 你认为 踢球会影响 你的变化 在你的早期生活 所以 为什么你喜欢踢球 我相信 100%的 那些人爱踢球 我们看踢球 每天 每天 当我们是孩子 在 Brazil 第一次赛业 是一场赛业 所以 我们比较 那些赛业 从很幼稚 然后 你只能够 太爱了 所以 是的 我真的想到 一天 我会成为 一场赛业 但我认为 我不会成功 成功 到12岁 所以 我只是 伤了 去找到 其他东西 幸好 我认为 非常棒 是 鞋鞋 但是 到最后 我仍然很喜欢 足球 每天都可以 我跟朋友们一起玩 是 我真的很喜欢 莫尔拉 就说到 身为一个巴西人 留意足球 和玩足球 基本上是一个必需品 小时候 父母送给她的第一份礼物 都是一个足球 虽然在足球方面 没有其他球员 没有其他人 那么高 但是 她现在 身为一个 骑士 都很 自己 所以 其实 她和朋友 都去参与 一些足球比赛 好的 所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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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幸福 谢谢 谢谢 每个人 合作 专门 我们 很期待 下一次 在最后的时间 莫尔拉也感谢大家 有关她这次的参与 和中騎士参与 她也很感谢大会 可以举办 这样的慈善赛给大家 好 我们再一次 谢谢莫尔拉 谢谢Joe 谢谢 我们这个时间交给 平術员的拍檔 谢谢 大脚一踢上来 我们都接得住 谢谢 志峰和Marco 谢谢 现在看着莫尔拉的访问 譬如刚才说 足球是她第一份 小小的礼物 何菲有没有当年回忆 第一份礼物是否真的是足球呢 我妈妈送的第一份礼物 给我都是关于足球 不过不是 球是场地 是 场地 当然不是那么有钱 因为她给我选一间学校 是有足球场的 那就改变了一生 最重要是热爱足球 两位呢 比如问Dan 你第一份礼物 有没有试过真的因为这样 而令你想喜欢足球 我记得小时候 第一份礼物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一顶蓝画的剧帽 所以你就喜欢蓝画了 是的 OK 勇南等的诞生 没错 如此呢 第一份礼物有没有印象 是跟运动有没有关系 那 小时候开始看球 爸爸也知道 送了足球给我 就常常跟他去踢 这样 我就发展迟一点 就是以前是石地场 踢的那些五号球 都是踢到脚都瘀了 所以是没有什么踢球 小包 唯有就坐在那里 那既然那么多 运动环境 我们个个都有运动了 包括赛马会 都有很多运动计划 接下来会看到赛马会 青少年足球发展计划的片段 一场表现 最先是最后一场表现 大森 百分之一 最后一场表现 大森 它比较不算 一场表现 和大感情 如何教練 然後我們會做實際的教育 也會進入學校 觀察教育的教育 所以我可以給他們 feedback 如何他們做的 賽馬會有這麼大的機構 資源方面可以配合我們很多不同的發展 而萬聯方面有技術 也有一個這麼大的球會 可以令到世界不同了 可以令到同學的眼睛都會彷復 而對於我來說 就是可以啟發到教練的思考 同學都覺得很開心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很滿足 經過一年跟OB上課後 其實踢足球就不一定是看勝負 只要小朋友很開心地參與足球活動 也帶給我滿足感 作為一個教師 不妨嘗試放下自己一套學習 一個新的一套 要將快樂帶到足球 我看足球 我看教練這個職位 我再看全面的足球發展 已經很明顯地能夠做 學生如何學習 學習的標準 例如表演的標準 或是團隊 這些都是你不可以學習 在傳統的教室 我們要做得好 換班成功了 何輝還要自拍 對,趁何輝在看 和莫雷拉的自拍時 亦是換班 我們換上去Peter和之鋒 兩位同學,你好 你好,Kalem 剛才說看完之鋒 你在場上做訪問 馬上交球交上來了 交完自己上來了 對,交完自己上來了 我差點說不及了 證明你的步速可以 可能拍得住 跟著莫雷拉 當然 Peter,你第幾次做現場直播 其實是第二次 是 但是那個緊張感冒 之前那麼緊張 看你的樣子也很悠閒 等待下半場 不是… 應該說是鬆容 期待… 因為一場這麼好看的球 可以用這個身分去觀戰 是得而不宜 那又可以和何輝一起期待下半場 是… 我也很期待 因為我們很少看這兩位 都是認識的教練 這樣帶著對方來聽 真的很少 其實… 這場可能是三場的比賽 都是對於你的次罪咎 很多舊朋友在現場 沒錯 既然是這樣 半場也有些數據上統計 也讓我們把球 踢回到場邊 謝謝 好 Hello 正說東方龍師對著潔志的比賽 東方龍師就以1比00才潔志 就憑著盧高的入球才能記錄 東方的射門就有六次 就有三次中目標 潔志就有兩次射門 沒有中目標的 那頭鎚方面 兩隊都有各有一次頭鎚 好 到各球了 東方和潔志各兩球 越位東方是有兩次的 而王牌東方就有一張 就是11號的盧高 而潔志就有兩張王牌 分別是13號的李毅海 和31號的羅子晉 至於犯規次數方面 東方是有13次 而潔志是有11次的 好 那就把時間交給龐淑然 今天我們的交球挺好的 就是不斷在場上 上來看台 不斷上上落落 我多欣賞孜峯你跑得真的挺快 剛才明明 看片前你還在下面 一跑跑上來 就證明我們真的在現場 要練練 現在跟到莫萊拉 有時玩捕捉 敗捕捉都要有 給你一點時間 你跟網上的朋友 觀眾打聲招呼 是啊 大家好 我們即將 都會進行 東方龍師對潔志的比賽 麻煩我們剛才 記者那裡 幫我們交代了一些 半場的分析 其實我們都可以 看看到場邊的情況 是 今天兩邊的 觀眾其實打氣都很厲害 其實如果轉頭 CAMMAN可以幫我們拍 我們今天在旺角場 你這麼厲害 CAMMAN幫你拍 要叫一下幫我們 我都不敢叫 不怪 因為看到他們有些 自己設計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歌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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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上的 可能有些是在歐洲 拿回譜或部分的字 再加上自己的字 是啊 因為其實他們唱的歌 由我們最初聽潔志 可能是 We are Kichi 我們這次有些新歌 帶給我們 唱兩句聽一下 王杰志 CAMMAN那些 這個好聽 這個在那邊看台 經常聽見 對面看台 對 因為他們都新 我也要看一看歌詞才會唱 那志豐你撐兩句 你最熟 兩隊 隨便一句打氣歌詞 我就是想你唱歌 不行了 真的 我覺得剛剛第一次要去聽 何輝能唱到 應該是吧 很簡單 東方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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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下一點 下一兩行 OK 即是近一點 起碼高角度 大概比較多看到的 都是這個東方龍獅 進攻 向著潔志這方面進攻的方向 即是屬於潔志半場的位置 那以志豐上半場 你看球就在邊線 即是場邊看了 就看到很多打氣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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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季是少出場的球員 包括有很多年輕球員 看到他們後備席 都有一些不少實力的球員 林欣許、羅芬奴 林欣許今季已經開了齋 羅芬奴也是 其實兩個現在落後一球 其實下半場 我覺得朱智光教練 是要想想調動他 因為像何輝這樣說 其實他們傳送上 是有少少疾著疾著的 還有之鋒其實 其實可能就是什麼 賽前其實我已經大抵 就是昨晚我已經大抵知道 他們會較為多機會 給一些年輕球員 去踢這場的賽事 因為始終整季流流長 還有還有就是 其實今天對手 也是一個很切磋的對象等等 所以賽前也是聽阿朱先生說 就是會比較多機會 給年輕球員這樣說 下半場開始了 我看到就落到去 右邊的攻勢 都是現在 東方叫他押了 傑子在那邊半場來踢的 就是這邊 東方 搞得回來 左邊 展主要落回傑子 是這裡 先拆起來 因為其實看到上半場 傑子很難用到球 他們用球的時間其實很少 有一點打不回自己本身那種 傑子喜歡用球 控球的那種拼法 其實這個看上去是很舒適的 但是其實好像剛才何輝說 他說 他昨天朱教練 都說想給多些機會 年輕人去這場比賽 但是其實呢 可以看到 在這場球 在上半場 其實是 在進攻方面 他們呢 不是很連接到 因為其實看到林志堅 他在中場 都要做一些 防守攔截的工作 所以他在派牌方面 其實都看到有一點 哇 剛剛那球 很近磅 志堂 是啊 真一點 不過還是過不了 傑子的門章 葛劍橋 雖然失了一球 但是其實 葛劍橋的表現是不錯的 是啊 其實葛劍橋 他這場的破構 都差不多去到有10 差不多有沒有10次左右 這個應該沒有 都是個位數 差不多 OK 這邊 傑子的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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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了去HAT HAT 回進來 林志堅 對了 原來剛剛我們掛說 林欣許是進來的 我們都沒有跟觀眾交代 林欣許是進來的 那我們看看 收起了哪一個 傑子球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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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柱基也在中場中 看著MAD 新組和艾利士都是前場的 亦都有幫忙浩謙 看會不會是 連續換兩個 林氏中親會 林欣許和林柱基 下半場都上陣 其實都需要 看看收起了應該是金鳳珍 柱基 看完傑子的攻勢 落後的傑子 繼續在 蔡馬會社區杯 2016的下半場 下半場 三分半鐘 右邊角球 是傑子外彎 繼續林志堅 有頭銳 帥哥 立刻追回 1比1 西班牙中堅的 寶薯 寶薯 新來新豬肉 最重要是入局 傑子 東方 1比1 柏林你還要入局 入局 1比1 我求信口而已 很討厭 想了很久 因為上半場 其實都想說到 兩邊的新門 一邊是 洛迪古斯 和葉子的寶薯 其實表現都不夠 正想說的時候 寶薯就馬上入籤 即是入口 即是不要說人 立刻做些事給你看 是啊 不過我開始入夜了 入夜其實都收了太陽 其實現在看球 都很舒服 舒服 因為旺角場 如果大家有離開 其實有點篩斜 我們兩邊近龍門 後面的觀眾席 其實都沒有什麼 有蓋的遮蓋物 對 其實看球會收 我們旁邊看的 會舒服一點 又是遮蓋著 但是現在 看一場比賽 其實追回1比1之後 都叫做 露到說句 比賽回到原點了 其實整場球 一直呢 一半場出來 看到傑智的氣勢 是靈性不同的 其實上半場 傑智其實 為 即是叫做 比較具威脅的進攻 其實都是來自8號艾力士 因為她在右邊 她雖然是右邊的翼鋒 但是她那個防守能力都不差 面對著這個東方龍師的左閘 是6號 黃展鴻其實是隔一隔一隔 所以如果不是有雙人防守 其實上半場 艾力士都應該有功課 交出去 同意 因為其實在東方那方面 東方一隊防中 梁振邦和迪高其實很硬 結智在上半場其實沒有什麼甜頭 反而較為有一點攻勢 就在東方的左路 就是王子鴻那邊 王子鴻和艾力士有一個對位 艾力士其實靠著幾個突破 是有點甜頭 東方相信也要留意一點點 雖然就是 因為來到下半場其實是回到1比1 比賽也繼續重新來過 相信也要留意防守這個問題 是的 但這方面其實都應該不太擔心 因為其實牛丸的調動 其實今季已經有一次很出色 就是第一場 上場港超聯 對上場港超聯就是 開季那一場 開季那一場 開季那一場就是 他換入了美道士拿域 後備入替 為東方1比0奠定勝局 看看今場 東方會不會有什麼 調動可以 在1比1那裡可以拿回一點點甜頭 因為其實 結果這個氣勢是有一點點上來的 上了 其實他們很多球員都押得比較前 但是防守方面 因為上半場中堅李銀凱 他就拿過一面王牌 還有他們的新人羅子晉都拿了王牌 但是如果他們在場上要有作為 還有一些比較具威脅性的攔截 都可能會比較少見 因為王牌是故技 看看公勢先 嘩 嘩 這邊來個遠射 射射的是傑智的王羊 射得過的 其實推到順 挺好射的 大概30馬 有 大概30馬 但是高出 兩位 下半場應該是林志堅換走了 所以金鳳珍、林志堅換走 就放回林柱基和林欣許 是 剛才右邊外彎角球 並非林志堅 第一次我也以為是堅仔斬 哦 也理解今場傑智是市鎮為主 是的 其實因為傑智他今屆 就頂替了東方龍師去打亞葉盃 那他如果是要雙線去比賽的話 相信要有一定的後衛力量 其實都是必須的 其實看回 如果看回剛剛說 林氏一加親 那麼多的派牌球員 哇 以為凹凹 凹凹了 還沒中框 哇 現場的氣氛其實非常之好 或者可能觀眾 觀眾們看回我們直播 就不是太聽到現場的聲音 但其實無論觀眾的打氣聲 歡呼聲 都是不會比一般的港超聯差 對 因為其實看回上屆 上兩屆其實都是有四千多人 左右進了場 嗯 今屆看看可不可以突破五千這個數字 希望可以有 以三邊看台都可以 現在暫時是火車橋大中底那邊 就少一點 其他三邊都挺爆 都滿了人的了 稍後看看有沒有大會 幫我們公佈的入場數字 希望到五千 天氣漂亮 今天還要是 對 去到這一刻 即使是夕陽 還有一些晚霞 天公做美 今天嗎 天文台原本是打風的 真的很好運 只能說一句 這個場面令我想起 一句話 為善不甘後人 哇 這些高球考驗不了 還有 葉蓬輝 他剛剛就跟他的隊友說一聲 說 看著啊 看著啊 這邊也要撒塌 是 後防如果出現了什麼誤會 然後失球出現 就非常之不值 下半場來到五十四分鐘 暫時 東方龍師和傑子 是打成一比一的 提醒大家 因為我們社區本來的賽制 上下半場各四十五分鐘 是不設加時的 即是如果一圓場 照樣是和球的比數 大家是會即時射十二馬 好啊 夠緊湊嘛 好看的 所以球不是他最喜歡這樣 是 球員就未必想這樣 因為你看這邊 傑子又來過了 林欣許分過來 哎呀 過毛浩謙 單對單 哎呀 過不了 過不了盧高 是 下半場都挺開防 傑子壓前左 嘗試快扔 都是手榴彈 經過林欣許炸倒了 是看著中間的新組 這邊不錯 其實你看到林欣許進來 是激活了前線 新組 艾力士 多了很多球 其實上半場來說 新組其實叫不到他很多次的名字 嗯 下半場其實很多球都以他 就是林欣許做一個派牌 以新組的點 來做一個攻擊點 其實林志堅 他那個創造力 其實應該不會被林欣許差 但是為什麼上半場那個 那個表現都會差一點點 為什麼呢 始終可能都是新兵 始終可能隊友有個夾掌 夾掌 看看這邊 有防守反擊 這邊夾掌給下來 艾力士 半單都 唉唷 有些腳軟之下 看看葉鴻輝救到 再所謂寶石 應該就被東方的球員 快一步解圍出街 夾掌有腦的角球 下半場都挺好看 剛才也是林柱基斬 這次也是靠他 繼續上下半場 夾掌各有的臨時忠親會 是想等到家偉 如果家偉有罰球 左腰也很好看 外灣角球是結智的 1比1 重頭來過 故事未溶 中間落 都以為可以 看著中堅 是想幫忙 是李藝凱的了 李藝凱和新組 輪著都是搶點頭銹 第一點 是喔 李藝凱有一點支持 近乎 上半場雖然拿了王牌 但其實李藝凱的表現 不算太差 因為其實他自己本身 是一個較爛打的球員 上季他是結智的拿牌王 雖然這個紀錄好像不太好 但其實他也是 上屆最佳年青球員 和陳俊樂一起拿到樹榮 其實他的實力 是有少少大將之鋒的 如果現在這個年紀來看 不錯的 但依然有少少無手無腳 但他是夠硬正的 這是一個中堅的必要條件 是 還有他那個助攻能力 其實真的不會比一般的中堅差 甚至可以說更好 因為其實他在這個藍畫 他比喆治愛者齋藍畫 那個時代 其實他的左右集都可以勝任到 所以在哪裏派牌 其實他都OK的 還有相信他拿了這個 香港醉卡年青球員的獎項之後 我相信是對他一個球員生涯的一種肯定 講開數據 其實看到蠍子是壓著東方的左路來打 因為其實 留意到 正常他應該是真錦濤拍著鄭景浩 鄭景浩 我今天熱身的時候 看到他右邊有少少扎著 不知道是不是有少少傷 今天就放在後備直 但放了真錦濤過來右邊 其實真錦濤是上屆 就是截別人傳中最多 嗯 他這場其實可以有少少說 共結了波磨浩謙在 在傑哲左路的攻勢 所以其實傑哲很靠著 右邊艾力士去一個爆破 那看看 傑哲會不會有 多少少的板斧 再去做多少少進攻 因為始終單一邊來攻 很難入 如果本地球 譬如有之鋒、Peter 可以是 下場邊 或者平時看著球隊練球 雙兵各樣的 例如扎著哪個膝蓋都可以看到 是 這個很棒 所以本地球 都是應該入場支持的 是 絕對正同 任何媒體看到 是一個入口位 終歸 現場都是最 有氣氛的比賽 是 這個當然 絕對是 我們都很期望大家 進入旺角場 因為支持 對於我們來說 是一個動力 甚至不是去到旺角場 下年可能去到香港大球場 我相信 都不一定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是 今場 我們起碼 如果有廣播在網上 直播這邊的氣氛就好了 夠涼爽 大球場 印象中 夏天好像房間也挺熱的 直播房間 這個時候入夜有點風 是 場邊都換人 這次是傑子 換人調動 羅芬奴 上屆季 其實他加盟 當時正正就是傑子 取消了巴倫古數的註冊 有一段時間 都是球賣有一點 小小的意見 但與羅芬奴無關 羅芬奴一上陣 其實季中 已經有很多精彩表現 用靚入球 立即半季入選 足球明星 絕對是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他入球的慶祝動作 是怎樣 是機關槍式 看看我們待會有沒有機會看到 好 就是羅比堅尼的感覺 是 羅比堅尼的羅芬奴 是 我想朱教練他換入羅芬奴 而換出波毛浩謙 看來都是希望這個 即戰力 會不會聽到我們剛剛說 剛剛說波毛浩謙在左路 那時候很小 是啊 還聽得到給朱教練聽到 收到 他說收到了,志豐 收到你,我會按鈕 我會按鈕 但這個時候最有趣的是 東方那邊都沒有任何換人的調動 下半場東方好像是主手 其實自從1比0之後 都是穩住聖局為主 就是搶中場 但下半場明顯是傑志 就像兩位所說 節奏快了 亦都是壓前了 再經壓力士 兩個人走遠邊 想經新組 還不可以 還有葉蓬輝在這裡 是爽的 即下半場傑志是兩邊 如果以這樣4-3-3 是用盡了兩邊嘗試落底 拿國球 而真的憑著新加盟中堅的寶殊 靚鼎頂 追上1比1 很重要的一件事 傑志下半場來到 林儲基和林欣去 是令到中場 上半場的輸送 是痛犯的 傑志可以用回球來看 優勢很大 這邊隨得碎 踢一踢 隨得碎又躺下 不過球證沒有示意 郭劍喬沒收回 形勢好像調轉了 上半場東方龍師是壓著傑志來的 有些壓著傑志來聽 來到下半場 反而是傑志壓著東方龍師 這邊靠零聲的反擊他 做不到的威脅 楊鎮幫分過來左路 大眼仔 黃展虹 擺兩擺沒什麼好處 都是交過來 來到尊香 動不動 大力了一點 滑未完 東方這邊都作出換人調動 針對 換入是14號 鄭景浩 換出的是6號黃展虹 一個很針對式的換人 始終黃展虹 年紀都… 年紀都大 年紀都34歲了 志豪你怎麼看牛園這個調動 我覺得是對的 我上半… 要是說到 其實艾力士很體力化地去針對黃展虹 這一點 即是東方的左閘 看完這球 喔… 滑未完 東方這邊 換完人就入球 入球的是9號 諾迪古斯 這球是否諾迪古斯加盟東方之後的手球 對 諾迪古斯加盟東方的第一球 開齋 很厲害 西班牙籍的前鋒 諾迪古斯 來到下半場的62分鐘 諾迪古斯 一射一個遠處 郭劍橋都… 沒力氣 夠我夠了 其實都射得挺漂亮 回看現場的重播 其實這球 諾迪古斯接應隊友的 One Touch是非常漂亮 控一控射邊處 沒得救 擔住了對手 還有 博劍橋都衝了出來 但是射到遠處 沒得救 2比1 這應該是一個射手於右的功架 暫時是東方龍師2比1領先結智 三腳球都很快 剛才右邊開頭是迪高 受壓之下還可以給斜線 連錘再比又是康廉 這場其實東方兩球入球都很關 你康廉不死了 最後一塊入攝 刀領射 就是交給諾迪古斯 這邊給到 潔至左路的唐建文 再傳下去 這邊有點震訝 先看看 球證又吹了 應該就是給回東方那邊的球 現場的觀眾是這麼說 潔至 17號 羅芬六 可能就是因為 球證出了之後 其實如果再有後續的動作 例如再射的話 都很應該會 受到一邊王牌 但是球證就沒有給到 剛剛才說完 東方來到下半場 好像勢頭好像有點弱了 但轉頭就要入前鋒 西班牙新加盟的洛迪古斯 那相信這個時候 這個潔至這個時候 應該都會更加急進 口語一點說 真的會扯著來攻 一刻都不會被東方投 因為其實他也換了三個 換人民額 潔至 是 沒得好變了 都要靠原班人馬去踢 但是其實看回這半場 雖然潔至那個攻勢 是真的 一直這樣來 但是看得出 他們那個小組 組織方面的進攻 其實不是太過抽效的 因為他即使是 入球球 都是來自死球的 但是 看到他們 叫做門前的把握力 都比較差 哇 這邊洛迪古斯又搏到 一個罰球 下了一身形 逼到 潔至的防守球員犯規 大概 三十馬左右 在東方右路的 拿到一個罰球 相信都是為 隨得碎阿瑞去打開的 會怎樣處理呢 隨得碎 不急的了 始終領先一球 如果這個時候再進一球 再下一城 贏面都真的會幾級地上 看怎麼處理 斬下去 過不了人牆 過不了 過不了傑子的守衛 那傑子這邊都拿回來 踢了 擺脫了一個 看到東方的球員 都要有少少 技術犯規 拖一拖 慢自己的球員 回來先 看到羅昏羅 都踢到有少少吵 可能因為 進攻連接不起來 拿球那方面 又不是很順 東方似乎看著 助教之下的林坤 就推著墨基 再動兩層 在正 我們看台下面 可能是墨基會上陣 咦? 牛丸跟墨基說話 脫了 脫歸背了 應該 轉頭墨基 都會換進來 但我看到右邊 可以扎了少少Bull Tap 可能 其實墨基近來 都有代表香港隊上陣 所以近期就是 贏柬埔寨那場 對 對著柬埔寨那場 的國際賽賽事 你呢? 其實看回這兩方面的對賽紀錄 其實 潔之對著東方的往績 真的不差 他只輸了一場 四勝二和 六場不敗 其實 我相信足球世界方面 其實有一樣東西 叫做格食格 我覺得 真的會 你看看我們 或者用最近英超的例子 可能說 摩連盧就被 那地奧拿吃住 無論他那萬聯的陣容有多豪華 怎樣 都是輸 我有時候都這樣想 但看來今場 東方就真的可能 可以打破格食格的局面 還未完場 一日未完場 哈哈 不要這麼早就慶祝 起碼剛才在東方 就是在捱打 有一段是 曾經結智下半場 推得很快 一比一之後 甚至是似結智 可以再入第二球 但是立刻 東方龍師的第二次領先 麥基正在準備 看看這個死球地 還是下一球 都是這一球 等不到 碎哥換走 隨得碎 換了隨得碎 換入 麥基 麥基的斷速 爆炸力 如果對方體力有所下降 而他出來爆一段 可能有些得著 應該一定很大機會有 其實剛剛好像 芝蜂和柏林說 牛圓的換人 一定有用意 而且一定有做到 我也很期待 換人之後 我想十分鐘之內 應該會有看到 但今天隨得碎 跟平時不同 因為他和盧高 其實今天是有少少交換了位置 踢的 隨得碎平時 打一個 右翼少少的位置 多出現 盧高通常是一個攻中 但今天隨得碎 進來攻中 我們一會兒 都要看看麥基 應該會 挖回右翼那邊 讓盧高 打回攻中的位置 現在是麥基大戰 唐建文 即是 舊飛馬隊友 是 今場大家 各位其主 熟了路 兩邊都 是的 你是右邊進攻 我是左邊防守 現在先拿了結子控球 可以轉向都德 平飛球 等到一隻唐建文 麥基就想封住對方的線 經歷羅分爐 還是結子機會 下半場24分鐘 左至右 右至左 這次右邊再過頭 想找中間 仍然未得住 好 至少回來快 是看著新組最遠邊的 但包括 羅伯濤仍然解圍 繼續結子 繼續看是結子的球 這邊黃羊 這場就是大家一人一段 大家一人一段 會有攻守 你喘氣的時候 我有攻 到我攻的時候 你又喘氣了 大家有一點 累 大家有一點 互相有競爭的味道 雖然2比1 但我覺得絕對 其實 戰程是五個 可能決定 這場比賽的勝負 會是比賽的一些小細節 可能雙方的犯規次數 或者 球員臨場的發揮 其實看一場球 其實一直 東方球員的發揮 是一直都不錯的 但希望 半場調整過之後 看看會不會再有更好的突破 都看到其實換人調動 挺有容易 換入真景號 其實曾錦濤是移到左邊 其實有一點對回艾力士的位置 曾錦濤又打回 曾錦濤又打回右邊 然後麥姬就進來了 換在右邊 對著他的舊隊友 唐建文 我相信 都是以麥姬的活力 看看能否 在2比1上面 看看能否有少許突擊 可以拿回少許甜頭 最理想 當然東方那方面 當然想拿多一球 入球 看看下半場 上半場表現非常出色的李康念 他好像在這個半場剩下了一點 他好像剩下了一點 他好像剩下了一點 這球球 哇 羅芬奴 羅芬奴 羅芬奴真的拚到盡 不過 這邊麥姬勤力 回來防守 不過沒用 輾轉又回結智腳 來了遠四 球正吹罰了 出發了麥姬 不是 不好意思 吹罰了的是 迪高 迪高 應該在射球那一刻 就曬了一刻 所以球正吹罰 也挺痛的 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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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你了 不過還差一點 射到人牆那裡 不要緊 還是在東方禁區 這邊解圍出來 這邊差點物機偷到 偷到真的做到單刀 輾轉都是下來 在東方的腳下 不急了 先拆穩 鄭景浩走了過來左邊 仍然是曾錦濤在右閘 鄭景浩去了左邊手 其實再次落後下 傑子又拿回控球 反過來說 東方兩次領先下 都是專注防守 正在考慶子耐勝 羅芬奴想闖關未得 過不完 敵高 繼續羅芬奴 以為踩球車 第二下攬人犯規 沒辦法 雙手紅袍下 打了,吹回是傑子的犯規 這邊的球迷也… 球聖說羅芬奴走開 不要圍著球員 這邊的球迷也有點… 聲氣 起控 我看到羅芬奴 其實看到他一拿球 可能東方的中場球員 也知道羅芬奴威脅極大 他一拿球 還未上腳 已經有三位球員 在他旁邊圍著了 一轉身已經被第四位球員 拿走了 不過剛才敵高 就傷勢不大 所以他像是戰術性 起身了 也都是再看著 場邊的球員 看看究竟有什麼指示 嗯… 就不構成很嚴重的受傷 球賽來到這個七十四分鐘 大概還有三個字左右 加上保持四個字 那就看看最後這二十分鐘 傑子還是東方可以獲得冠軍 這個社區杯… 東方可以獲得我的球 墨基啊 左路 過不了 沒有啦 禁區只有三個人而已 對喔 最後給… 傑子這邊獲得 快點了 不等了 都攻上來了 艾力士 轉過來左邊 是不是去啊 又是他 又是他 羅芬奴 羅芬奴左邊 已經跑到過來了 推過來大位 對… 還是撞球過來 這場傑子… 嘩… 這邊又一個催罰 是沒有… 直接領王 球證都不想了 安定出來吧 好… 好… 王牌的是… 傑子二十一號… 唐建文 剛剛有說到 其實… 羅芬奴是活躍的 但其實看到傑子下半場 有一點點的板斧 都很喜歡… 撞球或傳球 進去比較新組 但對於… 東方的一隊中堅 其實這樣威脅不大 很容易被他解圍出來 這次王牌 因為唐建文就真的 遲了出腳了 其實他出完想縮 但確實是從後 是刻意踢了下去 這樣也是王牌 但就不算很殺傷性 對… 看到… 迪高倒兩步都… 在場中間 應該就沒事吧 應該就沒事吧 4425人 今天社區杯高級組… 高級組創業社區杯的賽事 是4425人 進了一場 跟兩位預計的入場人數 是否都是相約 雖然差500人 但也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數字 是… 不要緊 都比上年多了100至200人左右 都是一個進步 多了200個左右 希望這個數字可以逐年增長 好 看一場球 先來看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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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點火焰味 是 牛正都… 牛正都… 嘩… 牛正看看 要不要用五分牌 因為剛剛那個動作也挺大 其實對於… 有一點抽水的味道 不知道是否直腿會硬到臉 其實就這樣看 未到場內就這樣看 但就這樣看是有點噁心的 動作是有點大的 是 但球證是銀牌還是什麼 如果他剛才銀牌 唐建文應該之前拿了黃牌 但他現在是銀給羅伯濤 因為第一次好像看到劉仿希 有點向著唐建文的方向 舉個手 但那一刻 如果我們現場就這樣看 就沒看到他舉牌還是舉手 剛才唐建文就肯定有牌 75的時候 佛球是東方的 不知道了 唐建文總之現在這刻還在 就當他應該沒有紅牌 應該沒有紅牌 這邊東方有個球員 也要出一出場看看 好像有一點點傷 麥基王 我們看到的是東方龍師 米曹在場邊自理 也要看看會不會準備出來了 傑子這邊不等了 當然要攻過你 因為有11個打10個 放到右邊 放到右邊 再幫你 艾力士能否夠快 沒有了 嚴門揮世界 其實看到艾力士這場的跑動 非常之大 很勤力 這場艾力士 勤力 但勤力得來 那個板斧又好像 一般 看到他起腳射門的C-Shot 其實真的不太多 是 因為其實看到下半場 潔志的傳送方面是有改善 但最後一腳的傳送 其實看不到有些太大威風 對 對 把握力真的差一點 其實這次我們這個賽馬會 2016賽馬會社區盃的高級組 對於這兩隊球隊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 是季前 不是季前 因為剛剛開了Lead 都兩場 其實一個季初中的調整 是非常之不錯的一個機會 加上我們這個 創股社區會的獎金 也是不錯的 冠軍我們有25萬 對 這邊東方有個換人調動 收起了今場入了一球的 樂迪股司 換入22號他們的上季的射手 基奧雲 又是潔志右路的攻勢 新組這邊想拿下來 但我拿不到 對 就給東方龍師的 接下來 這邊有點曬血 最後也是東方的一球 正經奧帶出巡圍 右邊跳到左邊 又跑到右邊 這邊放過直線下來 墨基 墨基 換到之後 這球有點慢了 處理得有點差 有一點水準之下 其實大家可以 射到網側 其實半單刀的情況下 對著角劍橋 其實這球也需要中籠 要的 要的 拿回的角球是基本的 從來看墨基踢球 包容度要高一點 大家也明白的 要高一點 即他衝一段 或者上次港隊作客 中國在深圳那場 他要做 只做反擊 只跑邊線 爆破很厲害 絕對是 但看定射的 就一直進步 一起進步 機會力是十足的 但臨門最後一腳 好像柏林說的 絕對是 有進步的空間 不說了 這邊又來了 又是東方 又打到右邊的攻勢 力高 出個球過來 這次又過不了結智的 左閘 放劍文 哇 東方 過去這三分鐘的攻勢 真是 一浪自一浪 看到他們的換邊球 都會是 他們的進攻球員 甚至是防守球員 都真的非常之勤力 至少墨基進去之後 就衝到一段 絕對是 東方的活力是提升的 是 這邊東方 駁到右路有個角球 看看誰就開了 交給康廉 這場兩球球都關他的事 會不會是第三球 右腳外玩 就試一下 都是望遠中間 六馬前後 第二下 還是東方 現身退後一點 開完角球 繼續是李康廉 拖一步向內線 轉身還是經過雲尼 現在左腰就正了 放你落底 等人出 橫出 接著落 輸得了嗎 六馬前後 全部漏了 全部漏了 誰去中間都應該有機會進去 不過最後全部漏了 大家都很禮陽 這隻叉燒 我不吃 不吃 先放在這裡 還是2比1的比數 下半場來到82分鐘 這時候 波到羅芬奴腳上 差不多有隊友幫到他了 Alex 因為杰志換人名額 就用完了 大概有10分鐘 相信連保時 杰志都要靠球員 要想辦法 怎麼可以破到東方的防線 剛剛Alex的傳球 確實比較頑 很頑皮 不是一般是頑皮 很頑皮 回來了 輝哥 剛才我幫你吃 他轉到過去 到腳是 單對單有機會 直照宮門的局面 完全浪費了機會 嗯 還有在82 三分鐘 這個折骨眼 那位是 海堪稱黃金機會 對 過度沒有人再來 蝦子這邊又來 再攻過 始終在落後一球 黃陽芬過來這邊 右路 林欣許 給他們新組 這個球也是給不到腳 對 米槽很囉嗦 殺得快 不過殺完球 這邊又躺下了 沒事 站起來 東方也不管了 麥基這邊 擺脫了一個 單對單 哎呀 哎呀 真的 真的差一點 擺脫了一個 很漂亮 單對單 但是 葛劍橋 有些少少 負倒的球之下 最後等到自己 結智球員回來 那麥基在力壓之下 就射斜 其實擺脫很漂亮 那 臨尾都是要縮手 因為呢 如果真的扯掉了的話 就出場了 那最後麥基這下 叫得不是很漂亮的 因為第一 他叫得不夠離 嗯 變了門將是趴下去 還有機會是 擺到那個球 那如果叫得夠離的話 應該很輕鬆 可以把球送入網 裡面就 叫做 蓋管定了這場比賽 有沒有看到 頭前去頂的時候 已經是吹了雞 就是結智的後場 的佛球 我看不看都不管了 大腳斬上來 快開了 所以頂的新組 頂不了 不過輾轉下來 回到結智球員的角下 有腦 都是出賣來的 留一個 羅芬奴 轉身射 轉身射 很漂亮 轉身射那個 絕對足夠功架 不過過不了我們的 香港隊首席門將 葉鴻輝 射的要讚 足夠的也要讚 因為兩方面都有一定的難度 剛才起腳的位置 其實羅芬奴非常窄 還要後面有兩位球員 在記錄他 這球不容易射 跑身左腳射 龍門的左下放 剛才的球員 剛才的球員 這邊又是他 又是羅芬奴 轉向 右邊 都是出賣來 困到東方球員 太高了 太貼門了 困到之後 葉鴻輝世界 開定時間 就少於五分鐘了 好 這邊葉鴻輝 開出來 結智球員頂到球 落到飛機的雲 來 困兩群 球證沒有吹罰 結智轉過來 艾力士 何芬奴 一個轉身 去到後面 他在這裡 其實用球 或者保持球 就會穩很多 絕對是 其實弄到麥基 都要多回 從右路下回 跟他對回 始終羅芬奴的突破能力 是出色的 轉到艾力士 他也 在禁區門前 那條線 都會到處走 但是 真的還沒交到他 應該要給他功課 看看這球 後腳 這邊雙琳 還有撞場 傳到右邊 新組 故意漏 不過過不了 東方的羅拔肚 大腳解圍出來 這段大家看到 攻勢的秩序不同了 又放了一個 轉方向過來 左邊 羅芬奴拿球 再出個高球 但是太過了 都很明顯 潔智在這 五分鐘左右 用多了很多兩邊 這樣出個球 其實有少少都搏大霧 因為時間都越來越少了 因為保時差不多六分鐘至七分鐘左右 相信潔智要入球 羅芬奴的角色都很重要 下半場靠他都突破了幾次 射了一個好球 究竟東方可不可以守住這一輪攻勢呢 很關鍵 暫時看到潔智球員 他們在進攻方面 是有決心的 但是臨門一腳 真的差這樣一點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呢 我覺得對於他們港招聯的表現 今天其實是貨不對板 這樣說吧 其實這場球 你說在潔智整季來說 參考性未必是很絕對的 因為始終要看球隊 怎樣的心態面對著這個社區盃 是 事實上如果你整季來說 整季來說 整季來看的話 譬如說上本場 擺多一些年輕球員出來踢 整季來說 這個是一個很正確的做法 因為這些場合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他們試一下踢一下 試陣 好的對手 不單是試陣 不單是陣 因為陣其實是千變萬化 是讓球員在不同的場合去試一下 如果踢得不好 或者譬如說上本場下風 你知道 原來我出去踢對著東方 這樣是不夠的 他們都變成了會有一個目標 是怎樣向前一路是邁進 這件事對於整個球隊 整隊球隊來說很重要 是的 實戰經驗 對於整隊球隊 因為其實 潔智今年都要兼負阿協盃的戰線 多條戰線之下 其實後備的兵員 其實都很重要 這邊放下來了 艾力士能不能拿到 好 那球隊的確有些中手 對 球證沒有吹到 結果 耀鴻輝拿回阿波 潔智球員這邊都舉手 球證沒有吹 有一點手球 但球證也站得很近 他就覺得沒有問題 他其實沒有表示 我們根本不知道他有沒有看到 如果看到二友表示 比如說不是或者是 是就吹了 不是的話他可以做一個手勢說 不是四馬 但如果他沒有表示的話 就不代表他看到 不代表他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要搞得很清楚 就不要是 那球證過了 幫他決定究竟他有沒有看到 OK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了 快來九十分鐘 看看回頭 將會進入保持的階段 沒有了 葉鴻輝拿了球 都立刻 要打到地 保持完球拳 坦白說這個球證 其實也可以不吹罰 因為葉鴻輝拿好球 就繼續踢就行了 反正你吹的話 就變成了 流程是停了 對 因為始終 總之是一個後場的球 哇 看看吧 一個場傳放過來 想過頭 點回來也很舒服 就保持球 這段結智攻勢其實有 也有個別組織得不錯 路高轉兩轉 還是給梁震芳 這邊越猜越後 羅不濤 密基 直高突破有一個 這邊猜得不錯 東方這幾腳 在前場搓 用的球 用得不錯 轉過來 李康廉 單對單都要找人幫忙 今天絕對 可以說是球場上 其中一個表演得最好的球員 說的是康廉 絕對是 這場球都交出兩個助攻 路底線出來了 麥基 好橫 漂亮的球 一個的燙射 就三比一 概觀定論 球員是東方龍師的密基 為球隊射成三比一 按區頂 背一撥橫射回軟柱的位置 這場球 兩球領先之下 都應該可以放進雪櫃 放了 放了 當然還有時間 但蠍子這邊比較渺茫 今天保持也不多於 兩分鐘左右的賽事 終於 麥基在入體之後 射了五腳 第一次中框 就是世界球 是 真是搓到死角 還有 其實 說到沒有 體育運動比賽的事情 未到 結束了 未到完結了 都不要概觀定論 其實這樣說法沒有什麼好處 因為你們都難保 譬如說 對手落一兩球 碰碰碰 一分鐘兩球 然後就追回和 之前說的就變成廢話 這球球 都是考驗不到葉鴻輝 放下來挺漂亮的 是林欣許 放直線下來 不過過不了東方的門將葉鴻輝 這邊就拖多兩拖 大腳斬過來 麥基他剩下一個 又是麥基去掃 看見不少球球 一離場 你說要穩定地方吃飯公眾假期 那又另作別論 可能訂桌 找地方 要快點去 快點去 中秋佳節 但我們肉眼見這一刻在旺角場上空 獅子山腳 又不覺又有月亮 昨晚也是個別的時段看到 對 以為今天天氣漂亮了 球還沒完 還想轉向麥基也好 回防照頂走 還有他 鄭經浩是兩隻襲刀踢 找到京奧雲尼轉身也好 左腰純索 兜頭再走 再加速 再切內線 一個玩完 跌倒了嗎 球正翠 這邊很漂亮 源自京奧雲尼 來吧 互個球 放兩擺 結智球員都沒有去乎 最後都要踢一踢跌他 我相信這個死球 開了之後 哨子聲也會響 羅伯圖開來 有位麥基 不過這球就難頂少少 因為左地下 又沒有什麼助跑之下 搖頭過去 過不了結智的門障 這兩隊球其實 今個球季 都會有很多龍爭虎鬥 對陣的機會 事實上如果現在觀察的話 就 東方這邊 東方龍師這邊 如果對著真的 全夫隊的結智 可能會是 大家用的球 會比較勢力敵 而且如果你說論過侵略性 可能結智是高一點 但是東方這邊 很具備一些快擊 或者是 突然間改變戰局的球員 那這個金國球季 往後可以有危機下去 其實看到剛才麥基 他以一人之力 爆開兩個邊路的防守球員 都看到他有一個 個人突破能力 相信會是 東方他今季 一個頗大的武器之一 這邊球證都明底了 東方龍師對著 潔志的 蔡馬會社區會賽事 東方龍師以3比1 擊敗潔志 喂 這個球季 孔走第一個獎盃 都是很難得的日子 因為 那麼多善長 人翁 聚首一堂 又有那麼多 前賽 跟著 也都有那麼好的正餐 大家去享受一個公主假期 亦都可以規察兩隊球 一些畫面 一些圖像 一些實力 上面的觀察 是一個很好的星期五 同時間 香港賽馬會社區背 最大的特色 除了可以令兩隊球 我們球迷有球體之外 他們亦都可以透過足球 貢獻社區 他們有兩個球會 都指定了一些慈善技球 包括有潔志 指定了基督教聯合醫院 東方龍師 指定了博愛醫院 確實是 亦都恭喜了 就是東方 繼贏到上屆聯賽冠軍之後 今屆同樣開禮之後 一樣拿到貴內第一個獎盃 獎金上移 這一刻 東方都會拿到 冠軍隊的獎金 25萬港幣 亞軍隊 結智都有10萬元 而冠軍隊 就是以東方指定的 受惠機構 博愛醫院 都可以獲得 10萬元的捐獻 同樣地 亞軍隊 結智的基督教聯合醫院 都可以獲得 5萬元的捐獻 今場都是皆大歡喜 這筆數字都非常可觀 最重要是幫到整個社區 就是真的 人人都關事 今天每一位入場球迷 都是大家的善獎人用 還有大家都明白 現在醫療上很多服務 其實壓力都挺大的 所以如果更加多的資源 給到他們 當然是對於社會來說 是一件好事 整場比賽 譬如茲峰一路見 你都說得很肉緊 還有分析性 都覺得茲峰和Peter都很強 你們會再怎麼總結這場 下半場你們有份參與的比賽 其實整場賽事來說 個人覺得東方和傑志 其實大家打落是五個 大家固有攻守 其實很精彩的一場賽事 但其實看到東方的把握力 是高一點 也造就了一個結果 3比1這個結果 同時間傑志在上半場 因為擺多了年輕球員 有一種預賽預粗的味道 大家有一點新舊 是有一點不太融合 密契是差了一點 上半場傑志來說 是輸蝕了一點 下半場其實看到 朱子光教練 都立即作出調動 傑志的攻勢 甚至打到自己的戰術上 是有起色的 但始終都是東方 牛軟有幾個針對性的調動 壓著下來 其實傑志甜頭又不是這麼大 最終憑著東方有多一點的把握力 在一個較好的把握力之下 是3比1贏了傑志 Peter呢 Peter分析一下 志豐想說的 都是你所說的 都是我所說的 都是我所說的 再心中了 那就馬上會進行頒獎儀式 賽馬會的社區杯都厲害 由日本訂製的獎杯 高35.5厘米 直徑23厘米 對 都很大過 如果一轉頭 可以一拍到 賽事上的會輝都用上獎杯的圖案 就是這一隻 賽馬會的社區杯 即將會由東方 繼上屆季尾 勇奪聯賽冠軍 令到牛軟成為歷來第一位 女子教練 在男子職業比賽的頂級聯賽 拿來冠軍 更加可以成為世界紀錄小姐 其實是本來有機會 破第二個世界紀錄 有些可惜的 對 是啊 因為 講一下這場球 其實剛才兩位講到這場比賽 下半場的局勢 或者調動 是一個很明顯的形勢使然 牛軟的調動 或者東方的調動 其實都是 會比較順理成章 至於 開球前 其實傑智你看到那個陣容 跟著他們怎樣擺放 怎樣去 用這場比賽 去工作上面做一些事情 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觀察 正如說 整季下來 你要看整個演繹是怎樣 至於 剛剛說到第二個世界紀錄 本來很有機會的 就是如果 如果 今年 香港這邊 是多了一個瓦罐的名額 的話 而東方去踢瓦罐 就會是歷來世界第一位女教練 去帶一支球隊 踢周濟的冠軍球會賽事 是第一次的 是沒有試過的 但是可惜就是 就是說 因為種種理由 贊助等等 就改變了這個局面 檔瓦龍師可以在 藝術上 可以繼續 寫 寫 或是歐巴 又有些媒體 演繹 演繹完了 各 雷 然後 Ring 世界大歡喜 達成的目標 球隊數目 主席老闆林健明先生 阿契贏 剛才收到在賽馬會其他幾位同學的資料 對上兩屆社區盃冠軍 南華兩屆都拿了冠軍 但是最後社區盃冠軍 都是拿不到之後那一季的超級聯賽 東方說不信不信 大家來試 開信的剛才算 就是慶祝了今場的社區盃冠軍 投在投誓 絕對是 因為接下來都 拾一支 拾一支 拾一支球隊各族 招聯今屆的賽事 未知知數 但是東方今場球隊 贏了第一個獎盃 開了個頭 頭威頭勢 聯賽慢慢長老 再看看如何發展 全新球怪的2021日 賽馬會社區盃高級組的冠軍 屬於東方龍師 恭喜 再一次恭喜東方龍師 對 剛才你看到了 就在現場王國場聽阿哥 牛園 對啦 就葉蓉輝 牛園都想不到 真的自己沒想過 變成同事 真是 挺有趣的 那麼 朱先生那邊 就是很多人朋友 很久的隊友 那時候在星島 是 都看到很多東方的球迷 留在這裡 跟球隊一起慶祝 剛才還不斷在那裡唱歌 我們繼續有了 唱馬會兩隻吉祥物 Captain JC Captain JC 和智... 升叻 升叻 代表青少年發展計劃 Captain JC 我真的想起Captain JT 太利 都是藍衣 現在他叫做Captain JT 太利 No.1的馬仔 Captain 都看到現場 東方的一種球迷 都跟著 場館播的 We are the Champion 一起在這裡 唱歌 很開心 慶祝東方龍獅 得到 今季首行錦標 除了東方龍獅 今季 轉了名字之外 其實還有幾支聯賽球隊 都有個名字的變筋 因為有關贊助商 或者一些灌名的問題 包括元朗 今年就叫九巴元朗 流浪也轉了 變成了李文流浪 新加入的有標準浩天 富力 還有兩支新星班的球隊 黃富大埔和港會 各支球隊都在今季 息數兩相 當中可能比較受人注意的 多新聞是富力 對 廣州副力 亦是廣州另一支中超的球隊 但有人說 他們這樣通降到來港超聯 會是一個 其實這個動作會 是的 剛才阿丁說到這件事 即是說 對數的問題 他們是有一個計劃 希望在一段時間內 進行發展到一個數字 但是 你知道香港現在的客觀環境 很多事情 他最好盡力爭取 如果有 有志之士 希望參與的話 而他又有這樣的資源的話 我們應該是一個比較 開放或者開明的態度去面對 因為始終 就算他是 那個資源 或者那個公司從哪裡來的話 他來到都要遵守 在港超聯裡面 所有球員的比例 人數 規則 外援幾多個等等 是的 他不會走出這個框框 那變成他 其實如果是 很有心理這個比賽的話 我想我們應該是 以一個歡迎接受的態度 那還有 又說老實話 一間公司其實很多高層 都 都跟香港很密切的 是的 恭喜東方龍師了 全身球櫃 頭在頭勢 先拿完上屆的聯賽冠軍 也都拿了今屆的社區杯 牛丸就已經準備就緒了 給我們 是 策馬會的記者同學 已經抓著準備做訪問 好 首先很榮幸請到 東方教練陳遠亭 陳教練上來了 剛剛恭喜你們 先拿到社區杯的冠軍 我想請問你認為 今場的球隊表現如何呢 今天非常滿意球隊表現 大家都很盡力踢 還有完全發揮到賽前的部署 所以很感激一班球員的努力 認為今場哪一個表現得特別出色的呢 如果我自己選 我球隊的MVP 我就會選擇17號的李康年 因為看回三個入球都關係 有兩個助攻 還有可以有足夠的體力 踢到90 其實真的相當出色 剛剛開季就奪標 對球隊產生了甚麼影響呢 我想這個冠軍到我們來說 最重要就是可以建立到球隊的信心 因為季初我們的準備時間不夠 還有第一場球不算開得很順利 今天拿到一些信心增加的士氣 你覺得陣中一些新球員 對球隊整體上發揮了甚麼作用呢 尤其是諾迪股斯一上來就入球了 我想我們今季幾個新球員都做得很好 比如你看中堅米曹 用球能力很好 剛剛你提過的諾迪股斯 在前場的停球能力 和入攝的能力都很好 我相信他再提升狀態 的表現應該會更加好 開季前我也訪問過你說 覺得東方一開季就有大概80%的實力 可以保留 你來到這一刻贏了四驅盃 你覺得東方龍師的狀態又去到甚麼水平呢 其實我們自己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狀態其實現在都去到七八成 希望接下來透過多些比賽 再集中一點去訓練 比賽各樣的東西再提升狀態 我們自己其實這場球 雖然說贏了 但是看起來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其實接下來都要很努力去改善 那今晚會不會去哪裡慶功 今晚要休息一下 準備這場球太辛苦了 好 再次恭喜東方龍師 贏了賽馬會社區的冠軍 我們先把時間交給直播室的各位 麻煩了 馬上踢回球上來 我們曬冷 今天和全部的賽馬會 青少年記者的同學 一起做好這次的直播 不如大家都說說今天的感受 剛才牛丸都說很開心 很想再吃飯慶祝 好 畢竟今天追月夜 逐個說一下直播感受 那志豐先 順序傳上去 我們 好 今天可以坐在這裡和柏林 何輝 可以和兩位這麼有份量的前輩 我是重量夠份量的 我是 升級 我們看這裡 是 德蘭 是 是 給我們一點氣氛 不如我們 德蘭哥哥 謝謝 和大家做好評述 絕對是我的榮譜 也很開心 是 那Peter 到我 Hello 你好 是 異形換影 原來德蘭兄上來 其實這次也是我第二次直播的經驗 其實我是很開心的 就是可以 剛才志豐說過這麼多升級的嘉賓 那 我覺得是對自己一個非常之很好的體驗 是 機會不多得來不易 那 很感謝計劃 給這個機會 我自己希望都把握 還有和一眾的學員 同學 做到的 就是參與這些大型的製作的機會 真是 哎呀 很詳細啊 我不說了 我不說了 不要留眼淚 留著 好 又傳上去 我們順序一起分享一下 我今天做資料搜集的 還有 負責做場面的記者 你們的資料很強 很厲害 謝謝 真心 好厲害 謝謝 謝謝 做場面記者都要常常 在場上比賽 還有要找對的受訪者去問一些問題 希望為大家帶來一些現場感 好厲害 我覺得 首先給一些掌聲 在今天幕前幕後那麼多的工作人員 他們真的很辛苦 真的 這麼會打氣氛 現在 還有 最想多謝就是 Simon 和子正 因為他們的確 在資料方面都做了很多功夫 為大家 可以 展現到一個最完整 早上最齊的賽事 我覺得是 觀眾有幸福 這場 三場球的資料 其實用了多少時間去準備 都想了解一下 因為很厲害 很充足 時間的事情 在心中 在心中 今天這麼多在心中 我告訴你 是 柯仁兄 是 柯仁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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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 鬆動的 這次的確是我們 過去的接近四年來 多次的網上直播裡面 如果說過 資料搜集的配套 這次應該是最好的一次 是 很厲害 向大家致敬 我是Marco 第二次參加這個社區杯 第二次而已嗎 第二次 第二次 是啊 是啊 四界有一半又來了 有一半 是啊 一場這樣的大製作要順利去完成 其實真是得來不易 包括剛才說過 一些資料的完整性 還有可能環節的安排 各單位其實的努力 是真的 亦都給了我們這樣的機會去參與 於其中 還有幾位大師 大師級的專業評述員 跟我們一起一起 一例如 宜智 Mita那些 是啊 每個人都是大師級 還有柏林 何輝 何輝那些是新人 第一次做社區杯 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 好 我是肥漢 那今天呢 唱馬專家 真的跟你們學習 半桶水吧 半桶水吧 什麼都半桶水 懂一點不懂一點 那要問O仔 同樣O仔 柏林和何輝 一起講一場 騎師的慈善賽 很開心的 就是這些夢寐以求 雖然我想講馬 但是講不到 變了講 騎師踢球 OK的 開心的 不過有些小小的東西分享一下 就分享 有個做Research的Simon 他不在 但是呢 他其實很勤力 只剩下了 只剩下了 等一下 我們需要Hashtag 多謝Simon 要啦 他是我們第一位 多謝Simon Simon 他很努力 找資料 你看看他低能度 剛才他立即提 Live 那條資料 字跡 OK的 真是多謝Simon 立即Live 提我們 是啊 真是傻子 早兩個星期 我未知有這場球 他就跟我說 喂喂 鄭宇婷多高 我說QG嗎 你自己去搜尋吧 你這麼沉心嗎 現在說話 是呀 你的字眼 肥仔你應該是說 批養出來的 這樣說話 沒有啊 跟他 是朋友 複述給大家 那要說兩句了 多謝Simon 有什麼問題 今晚回來 要Hashtag Simon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也要大家的描述得好才行 對不對 嗯 對 那希望資料幫到大家 那希望 很厲害 看的觀眾又看得開心 又學到很多東西 知道可能一些 騎師自己本身 不懷之的一面 那希望 今天大家都享受 是呀 不是呀 其實我不會放棄的 是呀 慢慢來慢慢來 先幕後再幕前 嗯 是呀 兄 好 我是阿Den 其實呢 我也是 最近才發覺 如此 進入了這個計劃 因為其實他是跟我同系 都是中大 不過是我師兄 然後大家都是 對這個體育更加有興趣 然後就 投入了這個不歸勞 然後就 這麼巧又無緣無故 剛剛撞著剛剛在廣播 那他剛才就很開心 你們的系列很大嗎 大到不知道 就是一個魚翅一個魚尾 所以經常都撞不到 不是 是知道這個人 但是不知道 原來他也有參加這個計劃 是上季看閉幕戰 廣超 然後看到他採訪 穿著這件衣服 才知道原來他也有進來 哦 你也不留意我們的計劃 真的比較差 不是 我的眼睛太大了 眼睛太大了 然後看到 還有配套 無論是 所有的裝備和資料 都是 比上屆更加厲害 所以都是覺得 台前幕後都十分厲害 還有謝謝 何輝和柏林兩個的 好玩 識事的指導 而且上兩次做 我都會看 playback 聽聽自己說成怎樣 希望這次聽完之後 沒那麼容易 看 playback是一件好事 就是不要怕自戀 不妨看多一點 之前不是自戀 是會討厭自己 聽完之後 有些人會笑我 我經常自戀 這麼煩的 不應該說我這些時候 那些 這次盡量 無論是氣氛上 或者是快慢 都希望控制得好 那些資料大家都準備盡量 就是記錄了 去做直播比賽 希望是 那你覺得自己是嗎 我覺得是的 你會覺得自己是嗎 要回去聽一下 聽一下 要告訴自己 其實明明好過何輝的 這樣吧 我不是 嘩 嘩 不是 不是 好啊 到你了 我是同學 大家好我是魚翅 其實我認識他的 他不認識我 你站在身上很高 那我站在外級 沒有 很開心 今天可以和這個同系的同學 一起說這一場 之前大家都沒有機會怎麼認識 今天就認識了 還有 這場 社區 背 之前都有看廣超聯 今天很開心 可以說回廣超聯 有關的 就是球隊的賽事 可以在這麼大型的製作 這麼多配套資料 這麼充足 這麼多back up的情況下 然後又跟到兩位學野 就是何輝和柏林 好運 其實也很開心 那到Tiger 大家好 我是Tiger 他說有趣的Tiger 麻煩你 全日Gossip 全日Gossip 今天 其實一個Rundown 寫了我 我拍攝 Marco的廣播 是 何輝中間 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他一起 一起吹 一起廣播 真的很多 吹來講 對 吹上 球場外很多資料 都可以給我們 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不要只看球場裡面發生的事情 我的知識 何輝先生很豐富 亦都給了很多資料性的東西 還有 真的是 他是強項來的 還有第一次參與這麼大型的 網上直播製作 一些三場很高興的賽事 能夠在這裡漂亮的位置 看著球場 跟這麼多的觀眾 一起做直播 是很開心的 熱一點 又熱鬧又做到善事 最後交給德能兄和何輝 當然是何輝 何輝是新來新豬肉 第一次接觸這班學員 撒氣 我一向都麻煩 出了名 你又撒他他撒一下你 撒一下才好 但是就要很感謝你 多謝德能 因為他找我的 真的掉下去 為什麼說了 真心的 第一次參加社區杯 其實有個機構 真的要多謝馬會 多謝馬會 因為馬會 那時候建立銀溪或體院 跟著 今天大家這些program 等等 因為改變了很多人的一世 就等於可能你參與設立這個program 可能都改變了很多人 可能很多人的一世都不定 不是吧 這麼嚴重 你看看就會明白 真的 所以就 大家給點掌聲馬會 真的 我也很感謝馬會 都改變了我一世 到你了 你們來中間 你說一下他們表演 大哥 你說馬會做什麼 可以的 其實我剛才也提過 就是說 踢完第一場之後 我其實抓了他們兩個 聊了一段 聊天 聊天 對 其實大家表現都是OK 就是這樣的環境 這樣的狀況 情況之下 算是表現得不錯 當然 很多事情都是工多藝術 會越做越熟 大家盡量用多些時間去掌握 或者看Payback是好事 來的 增進場外 場內 場上 草地 草底 草天上面 所有的知識 其實可能 某一刻 到時候你會有用 你是不知道的 這些我想都是很重要 沒錯 還有 做到老 學到老 是真的 以前何輝踢球的時候 可能草都不是這樣的 現在 都是這樣的 正所謂 你們那時候的網絡場 醜樣很多 現在網絡就散鏡些 不過座位是少些 但是今天 四千四百多人 都是三屆社區本以來 入場人數最多的 如果其實不是因為知道 何輝在這裡 會有網上評述 我相信很多人來 應該六千 現在覺得不用 家裡看 或者拿著手機 所以最壞 再早點來當下三千 不是 真的 再不來取消 說笑而已 要多謝一些人物 多謝一些機構 其實都要多謝東網電視 因為他們其實是 港超聯的指定的廣播機構 所以今天他們都很客氣 讓我們在這個 給年青人嘗試的舞台上 都不介意 跟我們一起直播 因為 假假地大家都在競爭觀眾 但是儘管如此 我們其實分兩段的直播 加上收睇的總人數 都是我們的計劃 歷來這麼多次做網上直播 又是一個新高 這都是大家的努力 要多謝柏林和O仔 走了 但是何輝還在 其實我們這個計劃 一年大概做兩次至四次的網上直播 每一次 學員都知道我 都會請一些過去沒有跟他們拍過當的 專業評述員 跟他們坐在一起 因為其實大家坐在一起 本身那件事已經是一個進步的基礎 誰知道柏林是甚麼人 誰知道何輝是甚麼事 終於知道了 原來這樣收起 原來在你的節目裡面 所謂的團隊 你真的要感覺到 除了你熟悉的製作模式之外 其實你的拍檔 你怎樣去了解它 然後大家互相配合 這個都是要在實戰中學習的 所以我每一次都會有一個新的組合 每一次都會有些新的人 邀請他幫幫助我們 作為導師 這個目的也是如此 要多謝一些幕後製作人 阿菲和他的團隊 這個計劃得到的 我知道你計劃得到的 給不給阿菲 所以一部攝影機 就連同攝影機 連同攝影機的眼睛 都當攝影機用 真的粗粗地 山山寨寨地做 到現在其實高清製作了 大家見到面前的很多儀器 其實都已經是佈入了專業級的 所以我都希望這個過程 由我們由上司 由業餘走向專業 同時也給了一個平台 大家去真正感受一下 如何做大眾傳播這個工作 是用一個專業的態度去處理 技術就像何輝所說 其實你一直要慢慢磨練 但是這個態度 你要保持著自己 我是要專業的 我是不是猜的 我是要相信自己可以的 不行 我之前做些準備 做到我自己可以 起碼交出來 不要收家 這個就是整個直播最重要的地方 大家覺得今天可以嗎 大家覺得嗎 可以 正 何輝覺得他們可以嗎 可以 每個人都可以 這樣就可以了 最後要多謝我們 青少年體育記者培訓計劃的班主任 Kate 看到嗎 謝謝Kate 這個美女班主任 其實就是這麼多次的直播都會在幕後打點 另外第一次做producer的Angus Angus Angus還有一個同一屆的學員就是Yvonne 也是今天負責去安排一些直播的訪問等等 Simon多謝你 另外還有很多人 不要再一個說了 我總之在這裡 多謝大家的合作 明天我們 大家都看重溫了 看看自己有什麼好的不好的 見得人的不見得人的 下次做好些 好嗎 我們習慣了也有兩句口號的 不要忘記永遠就是 幫過我們的人 要多謝他 肯看我們的節目都是支持 要多謝他 所以我們通常都是八個字的 多謝收睇 多謝指教 好嗎 好 預備 1 2 3 多謝收睇 多謝指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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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